斗破苍穹 望着弗兰特与奥托那满脸的惊叹 大厅之内 众人的喉咙 都是不由自主的 轻轻的滚动了一下 这看着两人这模样 那少年的二品考核 明显是通过了 这真是个可怕的家伙 众人面面相觑 皆是在心中轻叹一声 十九岁的二品零药师 这算是加玛帝国最新的记录了吧 这家伙 竟然真的成功了 他十九岁 就到了斗士级别 这怎么可能呢 微张着红唇 林妃惊愕地轻声喃喃道 一旁学妹 也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这家伙 也未免太变态了吧 瞧着大厅内满脸震撼的众人 弗兰克与奥托 也是相互苦笑了一声 近距离地观察 硝烟炼炼制一次胆药 两个人也实在是 不得不为他表现出的 炼丹天赋 而感到惊叹 虽说硝烟是第一次 炼制考核时的药方 不过那对火猴的 杰出控制力 却绝不会比任何一名真正的二品烈药师 逊色多少 而且在烈药时 对于各种药材的精华部分的提炼 也是拿捏的极为精准 如果是换成一名 有着丰富烈药经验的二品烈药师 能有这般表现 弗兰克与奥托 倒不会感到多少的精益 然而面前这个小家伙 可仅仅十九岁 他们当年在这个年龄时 还只是在自己的导师下教导 初步的学习药材辨识呢 哎呀 还真是让人受打击的小家伙啊 不过 现在我是越来越好奇 究竟是哪位大师 能够教导出如此杰出的学生啊 弗兰克苦笑一声 哎 虽说这小家伙练有天赋极为优秀 可是再出色的蒲玉 未经精心雕琢 也难以成大器 他的那位神秘导师 很是了不起 至少如果换成我俩来教导硝烟 是绝对取不了这种效果的 奥托也是自叹不如的说 嗯 不过 他那种紫色的火焰 的确不是异火呀 虽然教之普通火焰要强上很多 可却没有异火那般霸道与妖艺 弗兰克想起了先前硝烟脸药 微皱着眉头 有些疑惑的说 的确不像是异火 不过这也没什么 斗器大陆奇人异事数不胜数 总有一些不被人所发掘的神奇东西 那紫火虽然挺强 不过呀 只是比起同间炼药师的斗器火焰强上那么一些而已 与异火相比 无疑是相差太远 嗯 这倒是 点点头 弗兰克偏过了头望向了屋内 小家伙 东西收拾好了 便出了吧 随着弗兰特的话落 硝烟的身形 缓缓地从屋内走了出来 轻拍了拍那身普通衣衫上 沾染了一些药分 目光在大厅内的众人面上 扫了一扫 随后是微微一笑 这见着硝烟望来 大厅之内的众位炼药师 也是回忆和善的笑容 虽然以他们的身份 在这黑炎城几乎是处于顶尖的地位 平日里 谁见了都得恭敬地打声招呼 而面前少年所表现出来的炼药天赋 确实让他们丝毫不甘有所怠慢 毕竟说不得日后 这少年便是一位 比弗兰克与奥托成就 还要更高的炼药大师 见着硝烟出来了 弗兰克对着一名手下挥了挥手 后者是赶紧地快步走出大厅 片刻之后 用玉盘托着一套 精致的黑色长袍 走了进来 小家伙 这是二品连药师的特制服饰 这种长袍的材料 在制作之前 会被放进工会培育的药室中进行浸泡 所以 你可别小看了它 这个袍子穿上之后 布料中所浸泡的药液 会与空气接触 会逐渐地散发出奇异的味道 这种味道的效果 能使其主人时刻保持着清醒状态 并且在这种味道的刺激下 人体的肌肤会变得有些敏感 而这样 则能够使得炼药师在炼制单药时 对火候的控制更加的容易一些 接过了玉盘子 弗兰克有些得意的将这长袍的功能 详细的说了出来 同时 他还具备着免疫一些毒性的功效 加油 经过工会的特殊制作 这种炼药师长袍的防御力 可比一般的铠甲要坚固得多 若不是由于造假昂贵 不可能大批量的制造 不然呢 早就被帝国抢去 当作军用装备了 这听着弗兰克这般介绍 萧嫣有些恶人 他可没想到 这一件看似外表华丽的衣袍 竟然还拥有着如此让人眼馋的功能 难怪很多廖师都喜欢加入廖师工会 这种待遇实在是很让人心动啊 接过了黑色精美的长袍 萧嫣在机上一扫 指尖的胸口的部位 还粘着一枚炼药式徽章 徽章上面 古朴的药顶表面 两道有如水银般的波纹 如同虎雾一般 不断的微微扭动着 手掌在漆黑色的袍子上浮过 那股柔软的触感 宛若女子柔嫩的肌肤一般是极为美妙 炼药师 不愧是斗气大陆最高贵的职业啊 光是这件长袍 恐怕造价就不会低于十万金币吧 爱不释手的 上下翻动着黑袍 萧嫣退去那件普通的粗补外衫 然后将其套在了身上 顿时被黑袍贴着的皮肤 如同侵入水中一般 凉爽舒适 而且一股淡淡的异香 也是悄悄的钻进了鼻孔之内 让她略微有些疲惫的精神 围着一阵 经过近一年的苦修 萧嫣的身材 也是逐渐变得极长 虽然脸庞上依旧有些消瘦 不过如今穿上这一身 得体的漆黑色长袍 竟然隐隐的有着几分飘逸之干 脸庞上的最后的一抹稚嫣 也是被完美的掩藏了下去 望着那穿着炼药师长袍 几乎是有如焕然一新的萧嫣 一旁的弗兰克宇傲托 也是微笑着点点头 人呐 他们对萧嫣现在的形象 是颇甘满意 大厅之内 一直紧紧盯着萧嫣的雪魅与林飞 瞧得他这一般的变化 翘脸上也闪过了一抹差异 目光流转之间 却是不可察觉的 在萧嫣含笑的脸庞上 多多的停留了一下 好 亲身体验着炼药师袍所带来的好处 萧嫣是赞不绝口的点点头 这见着萧嫣满意的模样 弗兰克则是微微一笑 炼药师所能够造成的影响力 实在是太过巨大 为了能够将这具有强大能量的高贵之夜 聚在一块 炼药师工会 真的是为此 费尽了心思 好了 考核完毕 处备都散了吧 弗兰克对着大厅的众人挥了挥手 然后转身对着萧嫣一笑 小家伙 有时间吗 如果有的话 我们呢 想和你单独的聊一聊 也好 正好我也有事情 想要请会长帮忙忙 学妹 林飞 你们两个和其他几个通过审核的小家伙 先去领一品炼药师的回征与衣袍吧 我们和硝烟小兄弟还有点事情 便不陪你们过去了 对着雪妹笑了笑 弗兰克与奥托对视一眼 然后两个人歹路 对着大厅之外行去 望着这明显差了一截的待遇 林飞也只得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然后不满的冲着弗兰克的背影 做了个鬼脸 天心 雪妹起身 对着大厅外行去 走吧 别抱怨了 人家有让老师偏心的资格 若不服气 你也马上去考核二品炼药师吧 有什么了不起吗 林飞则是轻哼一声 虽然脚步跟了上去 不过话语中明显是没多少底气 考一品炼药师已经是有心勉强了 还二品 他又不是没有自知之明 整洁的房间中 弗兰克和奥托笑眯眯的看着硝烟 而硝烟呢 随意的坐在椅子上 开门见山的微微一笑 哎呀 还真是个狡猾谎谨慎的小家伙啊 笑着摇摇头 活了好几十年了 弗兰克自然明白硝烟话语中的意思 小家伙 如今的你已经在工会登了记了 那我们自然要履行一些公事 你先前登记的资料 关于导师这一项 似乎是有点不对吧 在我的记忆中啊 这加码帝国之内 似乎是没有一名炼药师的名字 叫做药老的 手中扬了扬 硝烟先前所登记的资料 弗兰克微微一笑 抱歉 在出来之时 我的老师说过 不能够暴露他的信息 不过 他的确是没有在工会有过记录 硝烟则是贪了贪手 闻言 弗兰克与奥托都是无奈的摇摇头 看来啊 想从这小家伙的口中 得知他老师的消息 是有些不太可能了 好吧 既然你不想说 我们也不为难你 在加码帝国之内 也的确有一些掩饰强者 并不喜欢被人知道 叹了口气 奥托略意沉吟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你操控的那种紫色火焰 你或许也知道 你的那种火焰 并不是异火吧 如果是那倒好了 这紫火呀 是我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从紫金易师王那里搞来的 别问我具体是怎么得到的 我偶然在魔兽山脉遇见他 就被他莫名其妙地 喷了一口火 要不是有点保命的东西 或许就当场被焚烧了 在事后 我才发现体内多了一点紫火 紫金易师王 闻言 弗兰克与奥托都是一愣 旋即恍然地点点头 难怪呀 原来是紫金易师王的紫火 我说怎么看上去 云云有些狂暴的野心 你小子 倒真是好运的 竟然能够侥幸得到这种东西 当初也曾经有不少炼药师 想要打他火焰的主意 可惜呀 最后全都是失败了 嗨 算了 这问了半天 基本上你这家伙 也没吐出半点有用的消息 你小子到底有什么事 尽管开口吧 嘴角一裂 消炎抿了抿嘴 目光紧紧地盯着两个人 我需要一种东西 不知道两位大师 能不能帮忙查查 是否别的料事拥有 什么东西 兵灵寒泉 兵灵寒泉 听着从消炎嘴中 蹦出的名称 弗兰克与奥托 明显是愣了愣 玄吉沈满脸惊异地说 小家伙 这兵灵寒泉 可这极为稀少的天才医保呀 而且 以你现在的实力 似乎根本不可能需要那种东西吧 消炎则是微微一笑 有些含糊地说着 我的确很需要这东西 两位大师 你们可知道 它在料事工会 可曾有人拥有 如果谁有的话 我可以花高价与之交易 高价 消炎 你可要知道吧 兵灵寒泉 可不是光用金笔 便能够衡量的奇珍异宝 而且 就算别人有这东西 怕是很难拿出来 与人交换呢 这我自然知道 还请两位大师 帮忙查上一查 若是真的有人拥有的话 我或许可以拿出让他满意的东西 消炎一笑 颇为客气地说 这见着消炎坚持 弗兰可老媒微重 然后与奥托对视一眼 无奈地点点头 啊 你等一下吧 奥托站起了身 对着消炎说了一声 然后转身走进了书房的内侧 这老家伙呀 是黑烟城炼药师工会的副会长 虽然凭着极为的懒散 稍有管理工会的事务 不过 这种负责交易的东西 一般都是他出手 弗兰可 目送着奥托进了后屋 这才对着消炎说着 消炎则是微微一笑 手掌轻轻地搭在椅背上 手指却不由自主地 轻轻地敲打着 那看似平静的脸庞上 也是隐隐地 有着一抹迫切和期待 缓缓地端着茶杯 抿了一小口 弗兰可随意地抬了抬眼 望着消炎的强装 镇定的表情 他心中不禁有些疑惑了 那冰灵寒泉 对他真的这么重要吗 在安静地等待了好半少 奥托这台是抱着一本 厚厚的古破书记 从屋中走了出来 将他轻轻放在桌面上 转头对着消炎摇摇头 抱歉 我找过加玛帝国内 最新记录的一次交易存货 并没有发现 谁拥有冰灵寒泉呢 那个东西啊 实在有些稀少 而且他对保存的需求 也是极为严格的 我记得 以前曾经有一个四片的钥匙 在一处极寒之地啊 侥幸寻找了一些兵人寒泉 不过呀 最后因为保管的不妥当 竟生生地化成了白武消灾 奥托有些遗憾地说 门言 消炎也只是叹了口气 满脸的失望 轻甩了甩头 抬头苦笑 如果没有的话 那便算了吧 真是麻烦两位了 瞧着消炎的失望的神色 弗兰克也是有些 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 侧过了头 对着奥托 难道真没有吗 拍了拍手中的后世的书籍 奥托确实摇摇头 哎 的确没有啊 如果这里没有的话 我建议啊 你去拍卖会看看吧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够凑巧碰到啊 韩晓点点头 消炎的心中却是非常的清楚 如果连练药师工会都没这东西 那即使自己运气再好 恐怕也难以再拍卖行 寻到那种义报 哎 既然没有我所需要的东西 那在下便告辞了吧 有些丧气的站起了身 消炎对着两人拱拱手 然后便于转身行出书房 这瞧着消炎的吹头丧气的模样 凹头有些无奈 沉吟了一会儿 忽然是出声说道 哎 等等 嗯 唯唯一愣 消炎有些疑惑地转过了身 望着沉思中的奥托 哎 你很需要那冰灵寒泉吗 奥托的眉头则是微重 嗯 很需要 重重地点点头 瞧着奥托那沉思的模样 消炎的心头微动 声音略微带上了一些喜意 奥托大师 难道你有冰灵寒泉 我自然不可能有那东西啊 奥托望着脸色 又变得失望起来的消炎 不过嘛 我似乎在某个古怪的家伙那里 见到过这种东西 一旁 弗兰克也是有些诧异的盯着奥托 显然 他同样是有些不知情 哦 闻言 消炎眼珠的猛让一亮急忙时 开口问道 他是谁 在哪儿 哎 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声 想要从那个家伙手中 得到你想需要的东西 你若是不准备大放血的话 多半是没可能的 呃 我尽力吧 消炎有些迟疑 因为在未知道对方究竟要开出什么条件之前 次人不敢将话说得太棒 老家伙 你不会说的是那个 世保如命的古特老变态吧 紧皱着眉头的弗兰克 忽然是惊额出声 哎 那就是个老变态啊 上次我去他那里 似乎听他提起我兵灵寒权 不过那老家伙实在太小气 连看都舍不得给我看一眼 奥托则是微微一笑 如果他真的有兵灵寒权 我可不认为 消炎能从他手中成功的将之换取啊 弗兰克无奈的摇摇头 看向消炎的目光中 却是有着几分同情了 那古特是什么人呢 这被弗兰克的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 消炎确实有些忐忑了 哎呀 那家伙也是一名烈钥匙 虽然才是三品 不过他的收藏丰富 可是足以让加玛帝国任何一名烈钥匙都眼红的 他不是烈钥匙工会的人吗 消炎有些诧异了 不是 那老家伙的性子呀 只是有些怪癖 明明脸有天赋不错 可是呢 却偏偏的集气迷恋收藏什么天才地宝 导致一直停留在三品阶段 这种迷恋程度啊 几乎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 一旦发现别人有什么好东西 那家伙 立马是死缠烂打 让人是烦不胜烦 头疼得很啊 弗兰克苦笑一声 看他这模样 似乎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 谁让你当年闲得发慌啊 竟然把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紫血灵质拿出来炫耀 不过古池的老家伙真是有耐心啊 竟然为此烦了你整整一年 似乎是想起了当年的去世 奥托有些幸灾乐祸 唉 无奈的摇摇头 弗兰克满脸的郁闷 你们品质可比他高 他还敢如此放肆吗 望着两个人都是有些无奈的神色 萧嫣则是有些疑惑了 我们的品质呀 的确比他高上一些 不过这老家伙 有个了不起的兄弟 在这加玛帝国谁敢招惹他呀 兄弟谁呀 萧嫣是大感稀奇 什么样的人在加玛帝国拥有这般能量 居然让两名四品类药师都不敢招惹他 唉呀还能有谁呀 丹王骨河没 翻了翻白眼 傲托撇撇嘴 唉呀要不是有这个兄弟罩着 那家伙的藏宝室啊 可不知早被人给光临多少次了 呃骨河 难怪 微微一愣 萧嫣这才恍然 在这加玛帝国 丹王骨河的确是拥有极为庞大的能量 不过呀 好在这老家伙虽然烦人 可他毕竟心性不坏 就是有些于府顽固 而且呀 他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踢起骨河 虽然他也知道能走到今天离不开骨河的帮主 可若是啊 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踢起骨河 他立马会抱起念人 所以呀 你小子可得小心点 不然惹恼他 就算你拿再好的医保 也难以换到 冰灵寒泉呢 那 他是否在黑岩城 嗯 在呢 你真打算去找他呀 没办法 我真的很需要冰灵寒泉 就算他狮子大张口 如果我拿得出 恐怕也只能被他宰了 哎呦可怜的小家伙 别人躲他都躲不及 你竟然主动送上门去 同情的拍了拍萧嫣的肩膀 奥托转头对着弗兰科 好 那就由我带萧嫣去找那老家伙 而且我想 你恐怕也不太想见他 去吧去吧 见到他呀 顺便把我们带句话 最好呀 别来我们那样是工会 我可不想 我所管理的分会 变成一个人都没有 那样的话 就算是有骨盒照照 我也要找他麻烦 挥了挥手 扶兰可撇着嘴 显然呢 他对那凡人的家伙 还是有些恐惧之感的 走吧 跟我来 我带你去找那家伙 不过究竟最后能不能成 就得看你自己了 为言 萧嫣赶紧是感激的点点头 同时心中也有些庆幸 还好自己顺便来考核了烈药师 不然的话 让自己满世界的去寻找这个 冰临寒泉 也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 奥托随他出了烈药师工会 一路上 不断的有人恭敬的 对着脸色淡然的奥托打师打招呼 而当他们的视线 挑到后面跟随的萧嫣 却是微微一正 目光在那代表着 二品炼药师的漆黑长袍上扫过 最后 有些震惊的 停在萧嫣的年轻的脸庞上 显然呢 对于如此一名年轻的二品炼药师 他们心中也是颇感震撼 没理会 那一路的震撼眼光 萧嫣就那么跟着奥托 在黑岩城内转了十几条 让人有些脑子发晕的街道之后 方才逐渐的 在靠近城南的一处偏僻角落中的 古怪建筑物前停了下来 抬着眼睛 望着面前古怪的建筑 奥托是松了口气 转过头 对着萧嫣微微一笑 这里便是古特那个家伙居住的地方 在进去之前呢 我再次提醒你一声 你最好准备大放血呀 萧嫣也只能是苦笑点头 对着萧嫣招了招手 奥托上前两步 推开了房门 然而人还未走进来 一股凶猛的进气 便是携带着铺天盖地的黑色粉末 从房间之内喷涌而出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萧嫣心头是微微一惊 谨慎地退后的几步 右掌迅速地 握在背后的玄重齿上 身体围攻 在房间内的黑色粉末 在即将喷出房间时 奥托则是撇了撇嘴 袖跑猛的一挥 更加凶猛地进气 凭空浮现 然后将那些黑色粉末 全部地掀飞了回去 黑色粉末逐渐消散 这才是露出了 里边又脏又乱的房间 拍了拍手 奥托对着谨慎言微微一笑 这老家伙总喜欢搞这些 整骨人的东西 刚才那黑色粉末 虽然不至于让人中毒 不过若是皮肤沾上了点 会痒得难受 手掌缓缓地松开了持饼 萧嫣苦笑地摇摇头 这老家伙 果然是有些变态 走吧 跟在我身后 别乱碰什么东西啊 笑了笑 奥托率先走进了房间中 然后 萧嫣在略微愁愁一会儿 便紧紧地跟了上去 走进了湖岸的房间 房门自动狠狠地关笼上 响亮的声音 这让萧嫣再一次有些无奈 目光在这有如垃圾堆的房间中扫过 跟着奥托 走过了几道摇晃的 有如马上要倒塌的木梯 最后 在经过了几拨乱七八糟的攻击之后 终于是来到了建筑物的最上层 走完最后的楼梯 萧嫣也是松了口气 抬起了头 望着走廊尽头的一山木门 偏头对着奥托问道 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奥托点点头 低头瞟了一眼 先前在楼梯处被一盆腐蚀性的液体 融化出了几个小洞的衣袍 嘴角微微抽搐 咬着牙齿 你这个老混蛋 正经炼药不学 今晚这些见不得光的玩意儿 听到他的抱怨 萧嫣的嘴角一脸 也只能是在心中闷笑了几声 屁的正经炼药 老子这些东西哪里不正经了 你个老破皮 别以为你是炼药师工会的副会长 老子就不敢担你出去 在萧嫣闷笑之时 那走廊尽头的房间忽然是传出了那苍老的怒骂声 你才是老破皮呢你 翻了翻白眼 奥托兴兴的挥了挥衣袍 带着萧嫣便走进了走廊 最后来到了房间之外 狠狠一脚对着那似乎是木制的房门就踢了过去 脚掌踢在门上 一声清脆的钢铁声音忽然从房门上传出 萧嫣见状啊 嘴角是微微一抽 偏过了头 望着那张老脸几乎扭曲在一块的奥托 是非常识趣的 赶紧退后了几步 老家伙 上次被你踢坏了一扇门之后 老子就专门找人 换了一扇金刚铁门 好玩吧 房间之内再一次传出了那苍老的暴笑声 只不过这次的笑声中 却是多出了一些幸灾乐祸 老王八蛋 脸庞扭曲的抽了一口凉气 奥托的脸色逐渐的转变为铁青 身体上强猛的斗气也缓缓的升腾起来 最后将奥托有如一个火灵一般包裹在其中 好强的斗气 他的实力起码在斗灵级别吧 敲到奥托身体上腾起的深黄色火焰 萧炎急忙又退后两步 在心中惊叹 身体被斗气笼罩 奥托再一次猛然一脚 对着金刚铁门 是狠狠的提起 随着一声沉闷的声响 在走廊中响起 那扇门竟然直接被奥托踢进了房间之中 哎呀你这老混蛋 你竟然来真的 这瞧着房门飞了进来 里边传出了一声怪叫 古特 你信不信哪天我把你藏宝室里的东西写成条子 然后啊全部公布出去 脸色铁青的冷哼了一声 奥托双脚有些不协调的走进了房间之中 目光在旗内扫了扫 最后停在了房间内一位身着极为邋遢的老者身上 哎呀别别别 开个玩笑嘛 闻言 那个邋遢回忆老者急忙是摆了摆手 凑上起来陪着笑 甩了甩袖子 奥托转头对着门外道 哼 小言进来吧 你还带了别人来啊 想干什么呀 这瞧着奥托的举动 古特的眼睛一动 满脸谨慎 撇了撇嘴 奥托懒得理会这神经兮兮的家伙 浑浑地走进了屋内 小言目光习惯性地在房间之内扫了扫 当其视线 在房间内柜台上的一些水晶台中飘过时 一抹惊恶的神色 在其脸上迅速地浮现了出来 望着那些 每一种都是难得以见的奇珍 竟然全部地被汇聚在此 小言的嘴巴不由得是缓缓张大起来 这里的收藏也忒丰富了点吧 小子 你看什么呢 想打我宝贝的主意啊 这瞧着小言的神色 那古特急忙跳了过来 满脸凶狠地怒视着小言 小言则是有些尴尬 随后是收回了目光 眼睛盯着面前的邋遢老者 心头很难想象 就这么一位瘦弱的老者 竟然会是明镇加玛帝国 丹王骨河的亲哥哥 啊 抱歉 古特大师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奇珍 看这些疯葬 恐怕在这加玛帝国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与您比较了 小子嘴巴倒很偏 不过说的话 倒是比较属实 听到小言这有些拍马屁的话语 古特那苍老脸上凶巴巴的神情 这才是柔和一点 连点头 倒也是不客气地将这话给揭了下来 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快说吧 我忙得很 转身来到一处堆满破东西的桌边坐下 古特翘着腿 开口问道 是这小家伙找你有事 傲托翻了翻白眼 瞟了一眼旁边那布满灰尘的椅子 也只能是无奈的摇摇头 站着说 哦 我又不认识他 找我干什么 难道你有什么医保 想要转卖给我 嘿嘿 好呀好呀 只要能让我满意 我一定也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古特的双眼 微微反光 紧紧地盯着硝烟手指上的纳剑 不是 古特大师 我并不是来卖宝贝的 来是想询问一下 硝烟目光锁定在古特的脸庞上 我想问一下 您手中是不是收藏有冰淫寒泉 闻言 古特先是一冷 然后将头颅摇得跟风车一般 没有没有 你找错人了 我没有那东西 这瞧着古特无赖的模样 硝烟 也只能是摇了摇头 现前在他说出 冰淋寒泉之时 他分明瞧见古特脸方上 那一闪而过的恶然 或许啊 他是在恶然 自己怎么知道 他有冰淋寒泉的消息吧 老家伙 别耍皮了 上次你不是给我说了吗 你从别人手中换来了一小瓶 冰淋寒泉 我可是牢牢的记着呢 滚你个老混蛋 以后别来我这里了 被揭穿了谎言 古特确实有些恼羞成怒了 我已经带你见他了 如果让他将冰淋寒泉交换给你 那只能看你自己的了 那我在外面等着你 说完 奥托便对着房间之外走去 在走出房门之时 手掌在墙壁上的某处拍了拍 顿时 一扇木门 缓缓地从门口处升起 片刻后 将房间遮掩在棋内 见到走出去的奥托 萧嫣无奈地点点头 手掌一挥 将椅子上的灰尘吹去 然后便坐在了古特的对面 老爷瞟了一下 紧闭的房门 古特斜瞥了一眼对面的萧嫣 小子 别想了 我不可能将冰淋寒泉交换给你的 古特大师 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完不成的交易 交易未能成功 只是因为没有拿出让对方心动的交换之物 好 既然你都知道 那还在这里做什么 别和我说你需要冰淋寒泉 救命什么什么的 我这人可没那些无谓的同情心 有些漆黑的眉头挑了挑 古特撇着萧嫣 笑容中颇有点戏谑的味道 想必啊 他心中并不认为 面前的萧嫣能够拿出让他动心的物品 萧嫣手掌缓缓地摩擦着下巴 嘴巴紧抿着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东西 才能够打动面前的古特 小子难道还真有点存货 不过事先说好 功法斗技就别拿出来了 虽然他们珍贵 不过我并不感兴趣 我最喜欢的是这些天才一宝 这瞧着萧嫣这副模样 古特也来了兴趣了 笑眯眯地指着满屋的一宝 萧嫣的手指轻轻地敲打在桌面上 沉没了好片刻之后 手掌才是轻轻地摩擦着那剑 手指轻弹 一只小玉瓶便出现在了掌心中 望着萧嫣手中的翡翠玉瓶 古特挑了挑眉 眼中隐隐地露出了一抹好奇 有些不舍地抚摸着小玉瓶子 笑眼缓缓地揭开了瓶盖 然后轻放在桌面之上 顿时一股紫气从中升起 而这片小空间的温度 似乎也在骤然上升了许多 感受到周围逐渐变得炙热的空气 再盯着那屡屡有如紫色火焰的气体 古特的眼筒确实微微一缩 浑浊的老眼 紧紧地锁定着桌面上的小玉瓶子 扮上之后 古特舔了舔嘴 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 将玉瓶抓在手中 随后放在了鼻子下面 清秀了一口 那浓郁的紫色气体 顿时 他便察觉到 体内那本来有如龟宿一般 运转的火属性斗气 变得活跃了许多 感受到体内斗气的变化 古特苍老的脸庞上浮下了一抹雅意 惊叹地扎了扎嘴 沉吟了一会儿 忽然是转过了身 在一旁的垃圾堆里边翻找一针 最后抽出一个水晶碟子 以及一只空心的细针 将细针探进了玉瓶之内 轻轻一捏 西满意针管的紫色液体 然后谨慎地点滴在了水晶盘中 随着紫色液体被点在水晶盘中 萧严与古特都是能够看到 那滴紫色液体之中 阴影地有着紫色火焰在跳跃 这东西 紧皱着眉头 古特沉思了片刻 忽然转身 从一处隐蔽的石碗后面 取出了厚厚的书籍 然后将之翻开 快速地查看着 他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这瞧着古特的行指 萧严心头不由得有些诧异了 这看上去 其貌不扬的老者 难道真的能辨认出 这半生紫荆元不成 目光瞟了瞟桌子上的小玉瓶 萧严脸皮 半生紫荆元来交换 这东西 可是修炼活属性功法的最佳辅助道具 有了他 修炼之时 也能够节省不少的时间 当初在魔兽山脉 萧严总共得到了六瓶半生紫荆元 曾经在修炼时 一滴一滴地舔了小半瓶 所以啊 萧严现在手中的紫荆元存货 已经仅仅只有五瓶多一点 可如今呢 为了得到这个兵灵寒泉 他不得不将这拿了出来 这五瓶半生紫荆元 几乎每一瓶都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论起稀奇价值 绝对不会比那个兵灵寒泉逊色 毕竟啊 半生紫荆元的祸夺 可不比任何险地要轻松 光是那窦荒级别的紫荆一世王 便能让那无数人 心有余而力不走 找到了找到了 在萧严肉疼之时 那不断翻看书籍的古特 忽然是兴奋的大喝着 有些好奇地将目光投向 那书页泛着古朴的书籍 萧严能够模糊地瞟见 在那页面上 一头全身包裹在紫荆中的巨大生物 正在仰天长啸 而这巨兽正是那紫荆一世王 半生紫荆元 紫荆一世王所产 与小兽同生可几率极为 百年难得一求啊 对于修炼火属性功法者 当属万金难求之宝啊 小家伙 看不出啊 你竟然能够搞到半生紫荆元这种奇物 将书页上对于半生紫荆元的资料翻越了一遍 古特忍不住地有些惊讶 偶然得到的而已 消炎淡淡地笑了笑 抬了抬眼望着那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小玉萍的古特 轻声说道 怎么样 古特大师 我拿出来的东西 你可满意 闻眼 古特的眼珠的转了转 两天打了个哈哈 手中的细针轻轻地敲打着水晶盘 我一味一笑 小兄弟啊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消炎 消小兄弟 那个 既然你是在寻找兵灵寒泉 那么它是如何的稀奇 想必你也清楚吧 自然是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何必将半生紫荆元这种奇物拿出来 消炎的心中则是冷笑 撇了撇嘴 这老家伙真当自己是个小孩子吗 这么和你说吧 你的半生紫荆元 的确也算一件奇物 不过 你也清楚 这东西只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有效 这般啊 可是限制了它的价值啊 古特斜瞟了一眼消炎 消炎却是缓缓地伸出了手 将摆放在古特面前的小玉瓶子抓起来 然后呢 小心翼翼地盖上了瓶杆 抬眼望了望冲着自己干笑的古特 古特大师 您也别把我当傻瓜忽悠 你我都清楚 半生紫荆元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有多么巨大的效果 很多炼咬师为了得到它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哼 你也别急着反驳我 真相究竟如何 您收藏了几十年的宝贝 应当自己最清楚 唉 你这般贬低我拿出的半生紫荆元 虎一是想要提价 不过我也把话放在此处吧 这紫荆元 我只有这么一瓶 你换也好 不换也罢 我就只拿得出这东西 全身上下 也数他最值钱 如果你依然觉得这东西不够分量的话 虽然我很需要兵力寒权 那我也不得不选择放弃了 金哥的 望着忽然变得做起事来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硝烟 古特嘴巴微微张开 他没想到 耍了一辈子无赖了 今儿个 居然遇到了一个在他面前耍无赖的后辈 浑浊的老眼 眨也不眨的 就那么盯着硝烟微笑的面孔 晚上之后 古特是摇了摇头 同样也有些无奈 竟然这样 那么 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你 这笔交易 或许得失败了 闻言 硝烟脸色不变 笑着坍坍手 惋惜的摇了摇头 手掌一翻 便将手中的小玉瓶子 收进了纳戒之中 站起身拍拍屁股 对着古特 微微一笑 那么便打扰大师了 这是我最后一天在黑岩城停留 明天我或许便得离开加玛帝国了 希望日后有机会再交易 说完之后 硝烟洒然转身 颇为潇洒的对着房门口大步走去了 这听着硝烟即将要离开加玛帝国的话后 古特放在大腿上的手掌 明显是颤了颤 不过呀 他并未立刻开口 一双眼睛就那么死死的盯着硝烟的背影 嘴唇微微的哆嗦着 房间之中 一片寂静 只有硝烟重踏地面的轻微声响 背对着古特 硝烟望着越来越近的房门 保持着微笑的脸庞 也是浮现了些许冷憨 硝烟真的是 很需要这个 兵临寒泉 然而呢 现在的局面 只要他一表现出迟疑 那有如老狐狸一般的古特 绝对不会放弃 狠载自己一通的机会 到时候啊 仅有的五瓶紫荆元 恐怕要再次缩水 这对于硝烟来说 是一种极为让人肉痛的结果 所以呢 为了尽可能地压榨交易条件 他也只能表现得如此决绝 靠 这老混蛋 定力也太强了吧 难道紫荆元对他真的一点信用力都没有吗 房门 已经是尽在咫尺了 而身后 依旧是一片安静 硝烟 不由得在心中有些紧张了 四步 三步 两步 心中数着距离房门的脚步 待到最后一步时 硝烟的心中 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手掌 手掌 也是有些颤抖地摸在了门把上 手掌紧握着门把 硝烟略微沉默 然后猛地一咬牙 心中一狠 就欲开门而走 而此时 身后 终于是传来了 让硝烟 卸掉重担的苍老声音 哎 小子 回来吧 赢了 我这一生啊 还从未见过半生紫荆元 因此 你很幸运 如果换个其他东西的话 或许你今天 真的要空手而归了 苍老的声音 有如一刀怒雷 将那紧紧压在硝烟心中的巨石 给砸碎了 而硝烟松口气的同时 却是恶然的发现 自己的后背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被汗水打湿 若不是真脸 要是长袍做工颇为不错 恐怕 难保不会被后面的骨头发觉什么 手掌不着痕迹的 抹去了脸庞上的冷汗 硝烟缓缓的转过身 踏着轻松了许多的步子 在骨头那无奈的目光注视下 再一次的来到了桌旁 然后一屁股坐了回去 斗破苍穹 第一百二十四集 坐在椅子上喘了几口粗气 硝烟抬头对着古特笑了笑 全身有些无力的从纳戒中取出小玉瓶 将之放在了桌面上 古特大师 多谢成群了 哎 无奈的摇摇头 古特抓过了小玉瓶 玄疾是满脸迷恋的将之捧在了手心 深嗅着那股气味 满脸的陶醉 当年听某个混蛋说过 这半生紫荆元 不过却从没亲眼见过 今日算是有幸了呀 瞧着古特那迷恋的模样 硝烟微微有些恶寒 这老家伙 对什么都没兴趣 可却偏偏对这些奇武 有着变态的喜爱 这就有如暴虐好色的君王 对角色美人那般喜爱一样 古特大师 能否将冰脸韩泉拿出来给我看看 轻咳了一声 硝烟无奈的提醒着 被打扰了陶醉的情绪 古特有些不耐的瞟了硝烟一眼 哼哼着 给我等着 不准乱碰东西 这见着硝烟点头了 他这才拿出紫荆元 转身在一处墙壁上 胡乱的敲打一阵 随后伴随着轻微的声响 一个洞口出现在了墙壁的后面 坐在那里不准动 再次对着硝烟 恶狠狠地嘱咐一声 古特这才是弯身钻进了洞中 坐在椅子上 硝烟到位有什么异动 有着要老灵魂的感知力封锁 这老家伙绝对是搞不出什么花招 在静等了片刻之后 古特手捧一物 再次钻了出来 将墙壁上的洞口堵死 古特转身 将手中那足足有脸盆大小的白玉盒子 放在了桌子上 白玉盒子被密封的极为完好 除了上方开口之外 没有丝毫的空隙 虽然隔着一层白玉 不过硝烟依然能够感觉到 村里边隐隐渗透而出的冰冷 有些不舍得拍了拍玉盒子 古特小心翼翼地 将玉盒那密封的盖子截了开去 随着盖子的离开 顿时一股冰寒的武器便是缭绕上 瞬间屋内的温度便是皱焦 没有再以降低的温度 硝烟目光急忙投向玉盒之中 只见在那玉盒内 已经是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而在中央处 一个小小的玉瓶摆放在其中 在那玉瓶的周围 寒气缭绕 有着动人心皮般的冰冷 望着渗透着寒气的小玉瓶 古特叹了口气 将之推向了硝烟 拿去吧 这便是你想要的冰灵寒泉 目光紧紧地 望着面前的白玉盒子 硝烟脸庞上 涌现出了些血激动 手掌有些颤抖地伸进其中 想要将那小玉瓶子握在手中 硝烟手掌刚刚接触到小玉瓶 心中便是猛的一紧 只见那触手处冰冷彻骨 只是眨眼之间 手掌上竟然被覆盖了一层 薄薄的冰层 而且看这架势 还有着迅速蔓延的趋势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那硝烟脸色 微微已变 心头微动 体内一缕缕紫色斗气 便是飞快地穿梭过几条经脉 最后 拥至手臂处 顿时 淡淡的紫色火焰 从硝烟手肘处生腾 与那冰寒的气息 僵持片刻 僵持缓缓地融化 手臂微震 将上面的水字甩去了 硝烟手掌 被淡淡的紫色包裹 再一次 对着小玉瓶子抓去 此次却是脸色不变地 将之拿了起来 一旁 望着硝烟手臂上 腾烧起的紫火 古特的脸庞上 闪过了一抹惊讶 尸声说道 一火 不对 再一次 感受到了一下紫火的威力 古特又摇摇头 深深地看了面前的少年一眼 好家伙 我竟然看走眼了 这小子 看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 没有理会古特的目光 硝烟自顾自地 细细打亮着 手掌上不断散发着 冰寒起烯的小玉瓶 小心翼翼地 揭开了瓶盖 露出了里面 那将近有半瓶左右的乳白水液 而在那水液之上 还能隐隐地看见 有着些许结冰状的东西 清晰了一口 从中肾发而出的寒气 顿时身体剧烈地打了个哆嗦 体内的紫火斗气 急速运转 方才将那缕寒气 从头顶逼出 小玉伸手摸了摸脑袋上的头发 恶人的发现 上面竟然已经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冰晶 当下有些骇然地扎了扎嘴 这冰临寒泉 不愧是难得一见的一宝 难怪在吞噬意乎时必须有这东西的相助 而由此丝比 消炎也能够模糊地感受到那意乎的威力了 究竟是有多么恐怖 竟然必须要好几种奇物的配合 才有可能增加那么一丁点的成功率 谨慎地打量了这寒灵兵犬好片刻 知道要老在其心中将之确认 消炎这才是赶紧地将之放在了白玉盒子中 东西你已经拿到了 没事就快走 心疼地望着被消炎装进那界的兵灵寒泉 古特的脸皮一抽 直接就挥手碾人 得到了需要的东西 消炎心中也是松了口气 对着古特拱了拱手 多谢大师成全了 之后若是有机会 一定再来找你交易 等你有拿得出手的宝贝再来吧 不然老子可不见人 撇撇嘴 古特有些不客气 自然 若是没有拿得出的东西 小子也不敢来打扰你 消炎咪咪地点点头 消炎则是在房间里面四下忘了忘 随后问着 古特大师 你这里还有没有三阶的魔盒 若是有的话 三阶魔盒 翻了翻白眼 古特有些比 你认为我会收集那种等级低的东西 消炎有些无语的 望着满脸不屑的古特 小子 你需要魔盒 三阶的我没有 不过五阶的魔盒 倒是珍藏有一枚 怎么样 想要吗 只要你再拿一瓶 不 半瓶半生紫晶元 我就跟你换 搓了搓手 古特的脸庞上 不屑骤人收敛 寒笑的模样 有如一个奸诈的老狐狸 古特大师真是爱说笑 那瓶紫晶元 可真的已经是我全部的存货了 再多 我也拿不出来啊 干笑的摇一头 消炎可不是什么傻子 虽然五阶魔盒同样极为珍贵 可那玩意儿只要有实力 大多都能得到 可半生紫晶元这东西 那是需要靠运气的奇物 可不是说你能得就能得到的 再有 现在的消炎 拿着一枚五阶魔盒 屁用都没有 留在身上 还招苍蝇呢 既然大师这里没有三阶魔盒 那小子还是顺便去一趟拍卖场吧 告辞了 供着古特笑了笑 消炎缓缓地转身 然后在古特不爽的目光下 拉开房门 静止走了出去 小混蛋 老子才不信你的话呢 古特一屁股是坐在了椅子上 眉头有些茫然地皱了皱 消炎 这名字 好像在哪听过呀 在哪呢 听到了脚步声 奥托回转过身 望着脸上带着笑容走出的消炎 不由得有些恶然 哎呀 到手了 消炎对着奥托拱手感谢 今天若不是奥托大师帮忙 恐怕我还真的准备满世界去寻找这冰林寒泉了 举手之劳而已嘛 这些宝贝放在这老家伙这里 也只是当摆着看 以他的本事啊 却又用不到需要的地方上去 能使得他落在需要人的手中 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嘛 奥托笑着摇摇头 目光在面前的少年身上扫过 心中忍不住的有些惊叹了 与古特相处了这么多年 他自然知道这老家伙 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本来他带笑颜过来啊 也是没保多大期望 毕竟谁能够期盼一个刚刚进身二品的炼养师 能拿出什么奇物呢 然而啊 面前的微小的少年 却是亲口告诉他 东西已经到手了 这实在是让他奥托有些好奇 他好奇 这小子究竟用什么东西 打动了里面的那个吝啬鬼 不过呀 心中虽然是好奇有些浓 可奥托呢 却没有问出口来 他也不是什么 出出茅庐的彩鸟了 混了这么多年 自然是知道一些交易的忌讳 所以呢 即使心中好奇 有如猫抓一般 他却是明智的 选择避开了这个问题 奥托没问 小杨当然不会闲得没事去提了 就这样的 两个人都是心知肚明 互相笑着 行出了这所肮脏的古怪建筑物 啊 你还需要一枚三接魔盒 嗯 行出房间 听到硝烟无意中透露的话 奥托偏头问着 今天我就会离开黑眼城 去帝国东部的边境一趟 因此 我需要在这里将我所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全 啊 去边境帝国 啊 这样吧 你先随我去炼药室工会等等 至于那三接魔盒 我直接派人去拍卖场 帮你找那里的管事取一枚过来 这样啊 可以省去你拍卖的时间 听到这话 硝烟有些异动 当下也不交错 那就麻烦奥托大师了 你既然是我们黑眼城 炼药室工会登记的 自然也能算是自己人啊 这点忙有什么关系呢 奥托的话语中啊 明显的有着一种嗜好的善意举动 对此呢 硝烟只是略微痴疑一下 便是点了点头 在这加玛帝国 炼药室工会 估议是一个不会逊色于云兰宗的庞然大巫 与他们搭上线 对自己也没什么坏处 而且啊 日后炼药总需要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这时候 炼药室工会这种交易系统 却是极为的方便 所以呢 对于这种事 硝烟没有太多的抗拒 当然了 最让硝烟没有太多有语便答应下来的 还是这炼药室工会 没有太强的约束力 凭着里边也是各干各的事 互不打扰 只是偶尔炼药室工会需要的时候 或许会发帖子邀请一些炼药室前来相助 而这里的相助可不是什么免费 完成的好 工会会给一些极为不错的补偿 两个人刚回到炼药室工会 奥托便将替硝烟购买三接磨合的任务 吩咐下去了 然后呢 便把硝烟请进了客厅 让他静心的等待 宽敞的客厅中 奥托将一杯茶水端在了硝烟面前 沉吟了半上 忽然温着 哎 硝烟 你死去去帝国边境 大概会去多长时间 或许半年吧 啊 半年嘛 奥托的手指轻轻的敲打着桌面 半年后 你会去加码帝国的都城吗 都城 闻言 硝烟一愣 抿了抿嘴 心中却是冷消 当然会去 云兰宗就在都城之外 怎能不去 听到此话 奥托脸庞上的笑意啊 明显是多了几分 妄想硝烟的目光 也是越加的柔和 啊 奥托大师 有事吗 这瞧着奥托这副模样 硝烟有些奇怪了 啊 的确有点事 半年之后啊 这一届的炼药师大会 将会在都城举行 啊 炼药师大会 啊 我想 如果那时候你有空的话 你可以去参加一下 对你好处颇大呀 哦 这炼药师大会 不仅云集了加玛帝国众多炼药师 就是连大陆上别的帝国一些的炼药师 也会敢来凑热 这是加玛帝国炼药师界中的盛事 错过了 可是有些遗憾的 好 笑着点点头 硝烟算是应下了奥托的邀请 啊 如果到时候你打算参加的话 可以到都城的炼药师总会来寻找我与弗兰克 到时候啊 我们都会在那里 好 如果到时候我有空的话 一定会来看看 见到硝烟点头答应了 奥托这才是韩孝 再次与他说了一些关于炼药师大会需要注意的问题 两个人畅聊之间 那个前去拍卖场收购三接魔盒的人 也是赶了回来 将之恭敬的送到了硝烟的手中 一枚三接魔盒算上价值 不会低于二十万金币 不过这些钱 确实被奥托笑着摇头拒绝了 以炼药师工会的彩礼 支付这点费用 那是九牛一毛 对于这白得来的三接魔盒 硝烟也指的是无奈接受 两个人在此聊了片刻 硝烟终于起身告辞 他今儿个便要启程离开黑岩城 笑着将硝烟一路送出了炼药师工会 望着那逐渐消失在尽头的背影 奥托微笑着轻声道 硝烟 我在炼药师大会等着你 希望你能在那种场合大放异彩 走出炼药师工会 硝烟死下望了望 然后大步的对着位于城中心位置的飞行运输行走去 穿过了几条有些陌生的街道 也顺便问了下路 十几分钟后 硝烟终于是见到了 那耸立在一处宽敞广场上的飞行运输行 在偌大的广场上 十几头体型颇为庞大的飞行鸟兽 正留在其中 这种鸟兽名为后翼鸟 它们并不属于魔兽的行列 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飞鸟 性子极其的温和 最容易被人类所信服 不过由于数量较少 所以一般只有帝国才有实力 构建这种飞行运输队 这些后翼鸟 虽然速度比不上别的能够飞行的魔兽 不过却胜在持久力极强 只要吃饱一顿便能够以平稳的速度 飞上将近四五天的时间 而且此鸟托福能力颇为出色 一只成年的后翼鸟 能够轻易地打在超过自己体重五六倍的东西 进行长时间的飞跃 这种鸟若是在帝国战争时期 将会被帝国部队强制收回 直到战胜停歇之后 才会再次的返回民间 所以它们之中 很多都曾经经历过惨烈的战争 如灌顶一般 猛地从硝烟耳朵中灌了进来 让它猝不及防的硝烟 耳朵是嗡嗡地响了好片刻 方才是缓缓地回过了神 狠狠地甩了甩脑袋 抬起头望向那人群拥挤的广场 发现每一头后翼鸟的身旁 都排着一节长长的队伍 甚至在后翼鸟的木梯之边 硝烟还能看到一个身着制服的家伙 正在收着上鸟的票单 恶然地望着这一幕 半晌后 硝烟却是苦笑地咬咬头 拉着一位路人 问清购票的地点 这才是肚着步子 来到了广场东南角落的一处售票台 此时的售票台也排着长长的队伍 硝烟见状 也只能是无奈地在那队伍之后安静地等待 等待迄今 耳边喧闹的嘈杂声一直未曾停歇过 手指揉着太阳穴 硝烟忽然有些羡慕笑一线了 现在他才知道啊 有一个飞行坐骑实在是太方便了 只要一声竹手 弱大的斗骑大陆随你闯的 靠 以后一定要搞个飞行宠物 咬了咬牙 硝烟在心中是恶狠狠地骂着 先生 您这是要去哪儿 在硝烟自顾自地想着时 一道女子的声音 便从前面想了起来 唯唯一愣 硝烟这才抬起头 确实发现原来的队伍啊 已经轮到自个儿了 在面前的柜台之内 一位身着制服的艳丽女子 正用职业化的效忠询问自己 不过硝烟怎么看的笑容 似乎都有着几分不耐 季国东部边境 靠近塔尔哥大沙漠的城市 硝烟瞟了一眼 面前这略有几分姿色的女子 闻言 女子微微掀了掀嘴 低声地嘀咕了几声 然后扯出了一张 用特殊的魔手皮 制作成的票单 不过啊 九代的即将递给硝烟使 不耐一动的目光 却是忽然停在了 硝烟胸前的眉 炼药师的徽章上 顿时伸出的手掌 骤然凝固 在硝烟微微皱眉的注视下 将票单触电一般的 快速抽了回去 同时脸颊上 也堆起了甜甜的笑意 小心翼翼地询问着 大人 您是令药师吗 嗯 有问题 听到这话 硝烟皱了皱眉 没有没有 只是按照帝国的规矩 令药师是可以免费享受 飞行运输的服务 所以请您跟我来吧 我们有位令药师 专门准备的飞行坐骑 牵着硝烟点头了 女子赶紧地恭敬笑着 闻言 硝烟在此一愣 片刻之后不由的有些感叹了 这炼药师的身份 当真是高贵的有些让人扎舌 竟然连这种小事 帝国都是吩咐的妥妥当当 难怪很多人 只要一见到炼药师 便是恭敬的嘴脸 这种职业的珍惜与高贵 远远超出了硝烟以前的意料 在周围那些羡慕 与敬畏的目光注视下 硝烟轻拍了拍背后的玄仲齿 然后跟着那名出了柜台的女子醒去 一路上 那位有些姿色的制服女子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醒在前面 那疯腿与细腰不断地摇摇着火爆性感的狐仙 虽然其容貌不适角色 不过配合着那紧身的制服裙袍 别说 还真的是有些让人小服冒火 这走到最后面 硝烟只是淡淡地瞟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她没有精虫上脑 所以啊 也没兴趣和这个 行为颇为放荡的女人搞点别的事 行走完一条走廊后 一头体型不比后衣鸟小上多少的巨型鸟兽 便出现在了硝烟的视线之中 目光扫了扫 这头造型有些凶悍的巨型巨鸟 硝烟的心头里为有些惊讶的发现 这竟然是一头飞行魔兽 观其气息 她的级别 似乎是只停留在一阶左右 不过硝烟确实能够感受到 她周身流动的风属性能量 显然 这是一头风属性的飞行魔兽 而这种魔兽的飞行速度 一般都是极为的快捷 在飞行魔兽的背上 牢牢的搭建着 一座用特殊木头制成的房屋 这种木头极为清零 而且还很牢固 就是产量略微有些稀少 房间村里又分了几个小房间 硝烟的目光微瞟了一下 发现其中的两个房间 已经是有人入住 而且看他们身上的袍符 明显也是炼药师 大人 这便是飞往加玛帝国 东部边境墨城的飞行兽 那里是最接近 塔格尔大沙漠的城市 在这头飞行魔兽之间 停下了身子 那名智服女子 功声说着 微点了下头 硝烟脚尖 在地面清点 身形便是飘上了 巨鸟宽阔的背上 然后在背后那道 幽艳的目光中 走进了一处空着的小房间 初次大成这种飞行兽的硝烟 自然是不知道 作为一名高贵的炼药师 有资格享受到贴身服饰这种高规格待遇 而所谓的贴身服饰究竟是何意思 想必是个老爷们都明白 先前一路上那女子的行为举止 自然是想让硝烟挑选她 作为一起同行的侍女 不过可惜 硝烟似乎是并不好这口 所以啊 她的这番情意 便是被无情的无视了去 在硝烟上了飞行兽之后不久 又有一位炼药师登了上来 如此等了片刻 硝烟终于是感觉到 巨大的飞行兽双翼 缓缓地震动起来 一缕缕风属性能量 也是在其身下缭绕着 将那庞大的身躯 托伏上了天空 随着一声嘹亮的尖鸣声 飞行魔兽 在训兽师的指挥下 猛然冲天而起 对着帝国的东部 开始迅速的飞掠 坐在房间中的窗台处 硝烟望着外面 那飞掠而过的淡淡云雾 机身处忽然冒出了 飞机两个遥远的字眼 苦笑着腰腰头 将之甩出了脑后 硝烟盘坐在椅子上 然后缓缓地进入了修炼状态 黑炎城距离帝国边境 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即便是以着飞行魔兽的速度 恐怕也需要足足三天时间 方才有可能到达 所以呢 硝烟可不愿意浪费这种时间 明亮的天色也逐渐地变暗 而修炼之中的硝烟 忽然被一阵阵一声惊醒了过来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硝烟发现房间之内那枚月光石 已经开始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了 将外面的黑暗夜色驱逐了出去 清吐了一口浊气 硝烟无奈地望着左边的房间 那里边有男子和女子的喘息之声 正有如魔鹰灌脑一般不断地传来 靠 低骂了一句 硝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今天那个女人不断在自己的面前晃来晃去 原来还有这种服务 无奈地摇摇头 这种状态硝烟可不敢继续带修炼了 叹了一口气 从那戒中将血连精 冰烟草 以及那枚三阶磨合取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灼面之上 然后手指弹了弹漆黑色的戒指 顿时要老摇摇晃晃地飘了出来 怎么现在就想要炼制血连丹了 瞟了一眼桌子上的三种材料 要老微微一消 提前准备好吧 毕竟老师当初不也说过吗 说是运气好的话 止不定什么时候就忽然遇进一伙呢 闻言 要老倒是没有推辞 身形便飘到了桌面上 也好 这血连丹可是能够极深进入 无品级别的高级丹药 无品丹药 炼制时间也的确需要两天左右 既然现在有空间 那便抓紧时间吧 萧炎则是微微一惊 他没有想到 这血连丹竟然会达到这种级别 无品丹药 整个加玛帝国 恐怕也就只有丹王骨盒 才能够炼制出来吧 好好观摩吧 近距离观看如何炼制高级丹药 对你好处可不小 对着萧炎提醒的一声 要老缓缓地探出了手掌 顿时森白色的火焰 便是鸟鸟地从其掌心中生腾而起 望着那处森白色的火焰 萧炎忍不住地舔了舔嘴 这便是那日思夜想的一火呀 淡淡地望着手掌上的森白火焰 待它逐渐生腾起来之后 要老则是清吐口气 然后将那枚三接魔盒丢了进去 而血连丹的炼制便是在这高空上正式启动 飞行的三天时间 萧炎一直都是在飞鸟上度过的 虽然途中曾经听了两道休息站 不过他并未出去 一直就待在这个小房间中 将药老炼制的丹药每一个步骤都仔细地收进了脑中 此次的炼制丹药足足废弃了药老整整两天半的时间 这若是换个平常炼药室来 想要成功地炼制出这血连丹 没有个十来天的时间 恐怕绝解是不可能的 药老炼制无品丹药的全过程都收入了眼中 萧炎的心中确实是有些受益匪浅 同时呢 他也发现自己现在引以为傲的火候控制力等等东西 在真正的炼药大师眼中 其实啊 算不了什么 比如这次的炼制血连丹 他虽然所需要的材料仅仅只有三种 不过其中那复杂的程度 却是让萧炎惊讶的支杂舌头 他曾经在心中暗自思量过 如果换作是塌上的话 恐怕光是第一道精确提炼 便会将药材焚烧成一堆灰烬 小方坚持中 外面的云层急俗向后飞离而过 经过长达两天的一火断烧 药老掌心上空几层高处 一枚龙眼大小的血色圆润丹药 正在滴溜溜的急速旋转着 看其表面上的光泽 明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一步凝丹了 舔了舔嘴唇 萧炎捶了捶有些麻木的双腿 目光随意的 瞟了一眼窗外 却是忽然感觉到空气似乎是有些燥热了 要到了吗 喃喃了一声 萧炎揉了揉发黑的眼圈 然后扭了扭脖子 将目光再次投向 漂浮在桌面上的药老身上 虽然经过了两天不眠不休的炼制 不过药老的脸色 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似乎这般长时间的挥霍能量 对他没有多少消耗一般 但要要成了 就在萧炎心中打声佩服之感时 药老忽然是淡淡的说 闻言 萧炎赶紧从那家中 取出一个品质极为上乘的胭脂玉瓶 然后小心的放在了桌上 同时迅速起身 退后了几步 撇了一眼桌上的玉瓶 药老微微点头 掌心微颤 一股更加浓郁的森白火焰 藤烧而起 最后竟然将那枚血色丹药 完全的包裹了进去 随着森白火焰的祭祀 急速翻腾 一股凶猛的能量波动 猛然自火焰中波荡而出 转瞬间 便是有如一道连衣一般 从小屋中扩散出去 在这股能量连衣扩散时 那头正在飞翔的飞行魔兽 一夜被惊吓了一跳 顿时巨大的身躯 颤抖的摇晃几下 附带着恐惧的煎鸣声 也在半空中响了起来 感受到突如其来的空间能量波动 以及飞行魔兽的变化 硝烟的脸色微微一变 与此同时 那枚正在成型的血色丹药 忽然释放出一股股 极其浓郁的药香 并且这种药香 还略带着淡红之色 从房屋中钻出 最后缭绕在这片小小的天空 这是四瓶以上丹药成形时 才会出现的异象 守住门口 给我几分钟安静收丹的时间 面色不变的盯着掌心的火焰 要老沉生的 小心同行的那几位炼药师 凝重地点点头 萧嫣已经发现了 在一箱传出的刹那 这巨型鸟兽上的 其他几个房间 便是响起了一阵骚动 陡破苍穹 第126集 四瓶以上的弹药 对于很多人 都拥有致命的诱惑力 一些人即便是拼了命 都想得到他 手掌紧紧地握住了玄中尺 萧嫣转身拉开房门 然后面无表情地站了出去 同时一手将门狠狠地拉拢 刚刚站在房门不久 另外四个房间之中 四道人影 便是有些衣衫不整地冲了出来 目光在走廊上扫了扫 最后停在了 那脸色淡漠的萧嫣身上 四人的目光 先是在萧嫣胸口上那枚 二品炼咬式徽章上扫过 眼瞳中明显略过了一抹惊唱 互相对视一眼 几人的眼中 都有些莫名的意味 在四人打量萧嫣时 萧嫣也粗略地扫过了四人 四人中 有一个老者 以及三名年龄 大概在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那名老者的胸口上 佩戴着一枚三品炼咬式的徽章 而其他三人 有两人与萧嫣同样的疾变 而另外一个 则是一品炼药式了 哈 这位小友 才下 名叫哈朗 眼睛盯着那缕 从萧嫣房间中 飘出的淡红色香味 那老者的眼瞳微灭 一抹贪婪 在眼底浮现 轻壳了两声 缓缓地走进萧嫣 和善地说道 飘了飘 这个貌似和善的老者 萧嫣却没答话 握着玄中尺的手掌 更是紧了几分 哈 小友啊 刚才忽然出现的能量波动 可是由这里散发而出的 哈 你放心 我们呢 没别的意思 也只是过来询问一下 毕竟 现在大家都处在千米的高空之上 万一出了点事 我们可都要遭殃啊 没有在意硝烟冷淡的态度 老者依旧是笑眯眯的 是啊 这位小兄弟 大家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船上 还请麻烦不要弄出一些危险的东西来啊 不然 这对大家都没好处啊 一名二品烈药师 也是皮笑肉不笑地凑了过来 目光隐晦地扫了扫那个小房间 猴杰明显是剧烈地滚动了几下 欠着两人这么说了 另外两个中年人 也是不甘寂寞地凑了上来 齐生复合着 而且在复合的同时 他们竟然还说出了 想要进屋查看一下的体议 我家老师正在里面炼制丹药 各位也是明白人 不必和我装傻冲冷 我们并不会影响到飞鸟的飞行 还请诸位能给个面子 回到自己的房间 不要胡乱打扰 否则 硝烟瞥了一眼 面前不怀好意的四个人 森然地道 哼 小友啊 你说笑了 我们呢 并没有这等意思 只是 你也知道 在这千米高空之上 万一出了点事 大家可都担待不起呀 而且 你与你的导师 既然会选择乘坐这个飞鸟兽 那自然肯定还未到达 斗气画意的地步 若是真出了事 那个名为哈朗的老者 满脸笑容 只不过 笑容虽然平和 却依旧有着掩饰不住的贪婪和阴狠 虽然他也清楚 里面那位神秘的炼药师等级 恐怕不会比自己低 不过此时 对方明显是处在炼丹期间 这种时候 分心乃是大忌 一个不慎的 单会是小时 万一来个反噬 恐怕日后就将变成废人 因此 他才会有这般的胆量 小兄弟 我们只是检查一下而已 不会多事的 还请麻烦让开一下 那名二品中年人 也是知道此刻是极好的时机 所以当下不敢再拖延 上前一步 手掌之上 斗气暗藏 然后对着萧妍 就推散而去 滚 望着这家伙大胆的举动 萧妍脸色一寒 手掌骤人紧握 旗上的紫色火焰 瞬间腾烧而起 然后携带着凶狠的劲气 在中年人猝不及防之下 狠狠地便轰在了他的手掌上 一声问响 萧妍脚步击退 直到紧紧贴着房门之后 这才是吻下了身形 萧妍此时的实力 仅仅是普通斗士 而那名大汉 却是早已进入了三星斗士级别 虽然仗着紫火斗气 萧妍占据上风 不过依旧是胜得不太轻松 接下来萧妍的攻击 那名二品链要是击退好几步 却是忽然抱着拳头 痛苦地嚎叫了起来 几个人的眼睛一瞟 确实有些惊骇地发现 这家伙的拳头 居然变得极其通红 阴影还有着鲜血 从中渗透 颇为恐怖 石火 不对 这一小子有古怪 斗手 塔古 里面的丹妖 马上要炼成了 望着萧妍拳头上 声腾起的紫火 那名老者脸色一变 然后转头 对着另外一名 二品雷妖师喝着 看样子 他似乎与那个 二品雷妖师 竟然认识 听到老者的呼喊 那名实力明显 比刚才那位 二品雷妖师 更强悍的中年人 点点头 脚步一塌 然后右脚 对着萧妍就飞踢而来 脚掌之上 浓郁的深黄色斗气 携带着压迫的风声 让得萧妍的脸色 微微凝重 靠 心中怒骂一声 萧妍手掌 豁然抽起了 背上的玄中尺 再掌心一转 便是将之收紧那间内 与此同时 脚掌在地面狠狠一塌 身体围攻 最后 猛然冲向那名中年人 霸击崩 心头骤然一声冷喝 萧妍又拳紧握 重拳轰击而出 恐怖的力量 竟然制造出一道尖锐的声波 砰 拳头与脚掌 重重的轰击在一起 在萧妍这一次的 全力攻击之下 即使那个中年男子 没有存在不屑之感 可依然被拳头上 所蕴含的恐怖劲气 狠狠的 急得倒飞出去 砰的一声 中年人 狠狠的砸在一处房间之上 顿时是 木系横飞 小屋子就此摧毁 而小屋摧毁之后 竟然是露出了外面 那蔚蓝的天空 以及那淡淡的云雾 网站的脸色苍白的 停留在飞鸟背部 边缘位置的中年人 萧妍的眼中 掠过了一抹森人 刚欲再次快速攻击 将这家伙 击出飞鸟背上之 可是身后的 那声冷笑 让硝烟心中一惊 豁然回过了头 只见满脸阴冷的老者 竟然是出现在了房门之前 偏过头 推着硝烟得意的 咧了咧嘴 阴森森的说 小子 等我将里面的老家伙收拾了 我就把你丢下去 说完 老者一拳打在了木门之上 顿时木屑四射 房门在老者得意的大笑声中 轰然爆裂 随手挥开一些射来的木屑 老者满脸笑容 刚欲踏进房间 一道幽灵般的影子 却是有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其面前 苍老的手掌 闪电般探出 最后便握住了老者的脖子 你要收拾我 耳边响起了淡淡的声音 让他上海有些不知所措的老者 眼瞳骤然紧缩 听着在那房间中响起的苍老声音 硝烟这才是松了口气 先前刚刚冲进屋内的老者 却是缓缓地倒退着出来 而此时 在他的脖子上 一直看上去略微有些苍老的手掌 正有如鹰爪一般 牢牢地锁住了前者的咽喉 踏狼脸色有些骇然地 望着出现在他面前的淡漠老者 虽说自己被制 有着措手不及的原因 不过当那个人的手掌 锁住自己的喉咙时 哈朗却惊恐地发现 原本体内急速流淌的斗气 竟然是有如受到了挟制一般 变得鬼怕起来 任由他如何拼命地催动 可斗气依然是软软地 没有半点力气 到的此时 即使哈朗再愚蠢 也明白了面前的老者 根本不是他自己认为的那样 只比他高一点点 以对方这有些恐怖的一手来看 这实力至少是远远地超过了 哈朗两截之声 天哪 这老家伙明明已经达到了 斗气华一的地步 为什么还要撑脱这种速度 不算快点都飞成瘦呢 心中凄厉地哀嚎了一声 哈朗艰难地蠕动了一下喉咙 声音却是有些嘶哑地说 大人 我们并未有冒犯您的意思 只是想保证一下我们的安全而已 药老淡漠地瞥了他一眼 右手未扬 一只玉瓶出现在手中 在那略微有些透明的瓶身之内 还能看到一枚龙眼大小的血色丹药 调皮地滚动着 你们是想要他吧 扬了扬手中的玉瓶 药老淡淡一消 望着被药老轻易制服的 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哈朗 另外三个中年人 脸色一片惊骇 脚步也惊恐地退后了几步 然后心中开始忐忑起来了 在贪婪逐渐从脑子退去之后 他们这才明白此次的举动 究竟是多么的愚蠢 大人 您说笑了 我们真该打您的主意呢 若不是我们还把先前那只能量波动 会对飞行路线造成一些阻碍的话 我们一定不会打乱您呢 哈朗咽了口脱门 眼珠子转了转 干笑着 你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哟 萧嫣来到了房门旁 靠着墓壁 森然地斜瞥了一眼哈朗 先前是开玩笑 哈朗干涩地笑了笑 微微垂头 眼眸中闪过了一抹怨毒 绣袍微微垂下 一小包黑色的粉末 便从绣袍中 滑进了掌心之中 本不想杀人 不过你自己找死 那也就算了吧 就在哈朗手中药粉 即将挥洒之时 要老微微叹息着摇摇头 嘴角泛起了一抹冷笑 那抓着后者脖子的手掌上 森白色的火焰 猛然涌出 火焰刚刚触到哈朗的皮肤 剧烈的疼痛 便让他眼瞳皱然睁大 身体紧绷得有如弹簧一般 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 整个身体 也只是在短短的几秒时间中 竟然被森白火焰 完全的吞噬 望着那只眨眼时间 就变成一堆漆黑灰烬的哈朗 在场的几个人 包括硝烟 都是忍不住的 清晰了一口凉气 这就是一火的威力吗 有些震撼的望着这一幕 硝烟心中有如翻江倒海一般 虽然当初在乌坦城 药老曾经用一火杀过一个人 不过当时的柳席 实力才是一名斗者呀 所以硝烟的感触 倒不是极为深刻 可是现在呢 面前那仅仅是在一火中 坚持了几秒钟时间的人 那是什么呀 那可是一名真正的大斗师啊 一火 难怪会让那么多人 拼了命的想要得到他 这种力量实在是太诱人了 叹息着摇摇头 硝烟不得不承认 在见识到一火的力量之后 自己心头内想要得到他的期盼 现在变得是更加浓郁了 瞟了一眼地上的灰烬 要老袖袍清灰 鱼阵清风刮过 将之刮得是干干净净 将手中的玉瓶丢向硝烟 然后拍了拍手 小心翼翼地 接过了装有血连丹的玉瓶 硝烟将之放进了纳戒中 轻松了口气 抬起头 不怀好意地 撇向了那三位脸色惨白的中年人 微微一笑 老师 他们怎么处理 既然他们能有 抢要杀人的决心 那么自然也知道失败后 自己应当付出何种的代价 要老抬眼瞟了瞟三人 手掌一翻 森白色的火焰再次燃烧而起 自己跳下去 听着要老平淡的话语 三人顿时身体一颤 满脸恐惧地低头望了一眼 那起码距离上千米的地面 脚跟也不住地打着哆嗦 硝烟抱着膀子 冷冷地望着陷入恐惧与绝望中的三个人 心中并没有多少同情之心 他知道 若是将双方现在的处境换一个位置的话 那么这几个人绝对会毫不怜悯地将自己两人击伤 既然别人都没抱什么怜悯之心 那么硝烟也能将这些情感暂时抹杀后来面对他们 没有抬头看三人那恐惧的神情 要了手指缓缓地弹动着 一缕缕蛋白色的火焰在掌心不断生腾和消散 沉稳的气氛持续了片刻时间 那名仅仅是一品炼药师的中年人 终于忍受不住这种气氛的压迫 随着一声压抑的咆哮 抖气迅速笼罩身体 然后胸光碧露地对着硝烟师冲杀过来 可来啊 他没有完全地失去理智 还知道要选择最软的柿子来捏 在这名中年男子采取反弓之后 另外一名二品雷药师 也是从那家中取出一把长剑 然后一声力喝 满脸凶狠地对着硝烟是围杀而去 他心中知道 只要将硝烟活捉了 然后以他为人质 自己今天这条命 那一定是能够保住 没有理会扑杀的两个人 要劳略为沉默 屈指轻弹 一缕白色火焰 从掌心飞射而出 最后有如一枚剑织一般闪电般的 洞穿了那位 一品雷药师的身体 顿时将之焚烧成一片灰烬 扭如杀鸡一般的 击杀了那名一品雷药师 要了手指刚于再次对着扑来的二品雷药师谈动 不过一声轻微的闷响 却是让他手指忽然一顿 老梅挑了挑 然后饶有兴致的抬起了头 此时 那名正对着硝烟急速射去的二品雷药师 身体突兀的僵硬在了原地 一口阴红的鲜血 也从嘴中狂喷而出 缓缓的低下头 一劫沾染着刺眼鲜血的森冷剑阵 正透胸而出 你 艰难的回过头 这名二品雷药师 死死的盯着那名忽然对自己出手的铜板 远毒的嘶哑道 你 你也会死在这里 绝对 绝对逃不掉 他 他不会放过你 闻言 那名脸色有些疯狂的二品雷药师 手中的长剑 再一次狠狠地刺了一下 然后 忽然拔出 鲜血喷洒出来 溅了他满身 望着身体逐渐软倒下的铜板 这名二品雷药师 剧烈地深吸一口气 忽然转身对着要唠 是大声地喊道 大人 我愿意跟随你 求你能放我一条生路 硝烟平静地 望着出现在面前这场 有些残酷的窝里反 扮上之后 轻吐了口气 这便是险恶的人性 以后 面对绝境之时 不要把你的后背交给不信任的人 因为说不定 会有一把意想不到的剑 捅入你的胸口 没有理会那名满脸 谄媚讨好的二品雷药师 要老偏着头 对着笑颜 胆胆地说道 拳头微微一紧 硝烟点点头 这活生生出现在眼前的这幕 让他懂了许多的东西 这人 你想怎样解决 便解决吧 我可不需要这种随从 缓缓地转过身 要老行进了屋内 留给硝烟一句 轻飘飘的话语 硝烟深吸口气 脸庞之上 竟然浮现了些许 略微有些寒意的笑容 走进屋内片刻 要老听的门外 响起了一道沉闷的声响 随后是点点头 手指轻弹 只见生腾起的蛋白色火焰 也逐渐消散 嘎吱一声 硝烟推门而入 此时他身上 略微有点血腥的味道 这见着要老望了过来 硝烟耸耸耸肩膀 唯一味一笑 那种人留在身边 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给你捅过来 所以我把他踢下去了 要老的视线透过窗户 望着遥远的地平面上 出现的一片金黄 塔格尔大沙漠要到了 走吧 剩下的路长 我们自己飞行过去 免得飞鸟在降落之时 会因为四名猎妖师的失踪 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骚动 耽搁时间 说完 要老的身躯微晃 花卫一门豪光 就钻进了硝烟手指上的纳结中 与此同时 那紧贴在硝烟背后的紫云翼 也是嗖的一声 舒展了开来 微微扇了扇背后的紫云翼 硝烟打开了窗户 静止跳跃了下去 剧烈的风声 在耳边飞速的刮过 笑颜霜以一阵 紫色的斗气 逐渐覆盖身体 抬起头来 望着不远处 正煽动着巨大雨翼的 飞鸟没收 但那一笑 略微停止片刻 速度骤然提升 化为了一道紫色流光 迅速的超越了那头 飞鸟没收 摇摇的天空之上 紫色流光有如追星赶月一般 瞬间划过的天际 对着那屹立在 一片金黄沙漠之中的 黄土城市 飞链而去 距离城市越来越近 一股股热浪也迎迷而来 萎眯着眼睛 望着那几乎望不到边际的 金黄地带 硝烟 轻呼口气 最后的修行之地 塔尔格大沙漠 终于抵达了 在距离城市 上有几百米之外时 硝烟飞行的速度 逐渐的减缓下来 身体微微遗产 背后的紫云衣 便是散发出 一阵阵淡紫色的光芒 缓缓地收缩 最后化为了纹身 就贴在了 硝烟的背上 身体在办公中 凌空一翻 硝烟双脚 稳稳地立在了地面上 轻拍了拍衣服上的 一些灰尘后 抬头望着出现在 视线尽头的 巨大的黄色城市 美味一笑的同时 也是松了口气 或许是由于 接近沙漠的原因 这里的天气 颇为干燥与炎热 炙热的太阳 也从天空中 灰色而下 将脚下大地 烘烤地 不断散发着 熏人的热气 那热气 缓缓生腾而起 竟然使人的视线 出现了些许扭曲 与模糊的实感 这样照常理来说 在这种绝对 不算有多么良好的 环境之下 应该没有什么人 能够感觉到畅快啊 然而笑颜呢 确实有些恶然的发现 自从他踏上 这片土地之后 体内流淌的滋火斗气 竟然是变得 欢畅了许多 微微惊恶一下 笑颜伸出手 在面前的空间 抓了几把 抿了抿嘴后 这才是有些恍然 难怪 这里的空气中 几乎百分之八十 都是属于土属性 与火属性的能量 嗯 由于地形的原因 塔格尔大沙漠 最适合修炼 火属性功法 与土属性功法的人修行 而你体内的死火 更是一种 与炎日息息相关的 特殊火焰 自然比常人感觉的 更要敏锐一些 戒指中 传出了要老 淡淡的笑声 而这 也就是我为什么 要你来沙漠修行的目的 这里的条件艰苦 用来磨炼人 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天然场合 微微点头 萧炎吐了口气 拍了拍身上的那件 精美又如艺术品一般的炼药师长篷 然后迈着步子 对着那已经不远的黄土城市 缓缓地行去 逐渐地行进城市 周围的路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而这些路人 男子大多都是光着膀子 浑身皮肤泛着幽黑的精干 一眼看上去 似乎是颇为的豪爽 偶尔路过的女子 虽然皮肤同样微黑 不过 却是有些偏向性感的骨瞳之色 这里的女子 可不像帝国内部的女子那般 含蓄娇羞 一套紧身的皮衣 也只是刚好将胸部 以及其下一点的地方遮盖而住 而那纤细的腰肢 却是大胆地落露了出来 修长而紧绷的大腿 同样只被一些短短的裙子 或者是短裤所包裹 行走之间 水蛇般的腰肢扭动着 别有一番迷人的韵味与风情 一路走来 校园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扎了扎嘴 抬头望着那已经能够看见 具体规模的黄色城市 只见那城市上方处 两个硕大的弹红字体被雕刻在城墙之上 远远看去竟然是有着淡淡的血腥感觉 墨城 轻声念了一句 硝烟笑了笑 缓缓地走向城门处 在城门处 十几名身穿盔甲的士兵 正手持长枪地吆喝着进城的路人 缴纳入城水 望着这些士兵不顾炎热 全服武装的模样 硝烟心中略微有些恶人 这里的防卫 怎么比黑岩城这种大型城市 还要森严一些呢 或许是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吧 这些守在此地的士兵 也是被烦躁的天气搞得有些烦躁 一道道毫不客气的喝马声 不断地催促着城门处的路人 走向城门口 听着那些士兵嘴中跑出来的喝马声 硝烟微微皱了皱眉 表下头 随后静止走进城市 在加玛帝国 炼药师几乎是享受着贵族一般待遇的指引 这些城门处的进城费缴纳 同样是被帝国给免去的 虽然一名炼药师也不可能会在乎这点钱 不过这面子 却是的的确认 却是的的确认让所有炼药师们颇为的受用 小子 没看见这里血有脚 望着那旁入无人 静止对着城门内走近的硝烟 一名士兵的眼珠子顿时一动 然后他的喝马声还未完全落下 这视线就瞟见了硝烟那身极为精致的炼药师长袍 立刻这道口的骂声是生生的咽了下去 怒骂改变了谄媚的笑容 大人 您是要进城 脚步没有止住 硝烟缓缓的走向这名士兵 淡淡的瞥了他一眼 然后与脚跟有些打哆嗦的后者擦肩而过 自顾自的对着城内走去 只见着硝烟没理会的先前的得罪 这名士兵的脸庞上浮现了一抹气 咽了口拓门 赶紧的转身攻声喊道 大人 最近塔戈尔大沙漠里的蛇人有些不安分 您若要出城可得小心 脚步微缓 得到这样一个意外的消息 硝烟则是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身形缓缓的消失在城墙通道内的黑暗中 妈的 差点就完蛋了 要是被上面知道老子得罪了一名二品联奥师 不把我丢出去喂狗才怪了 望着硝烟消失的背景 这名士兵这才是彻底的松了口气 抹了一把冷汗 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而或许是因为先前的一通惊吓 现在他也是收敛了许多的火气 不敢再胡乱的冲着进城的路人喝马了 缓缓的走出昏暗的城墙通道 视线是微微一亮 别具沙漠特色的城市建筑群 便出现在事业之中 一闯闯 模样有些古怪的房屋建筑 让他硝烟有些打开眼睛 站在街道上 硝烟目光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扫过 片刻之后 却是有些愕然的在心中问道 老师 现在去哪儿 直接就进入塔尔格沙漠吗 照你这样 在沙漠中一头乱撞 就算不迷失在沙展堡之中 也迟早会因为水源的缺乏而死在其中 确实懂啊 传出了要老无奈的齿声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沙漠 那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 先去购买一番最清准的塔格尔大沙漠的图 在这城市中应该有专门出售地图的商店 这很重要 另外备好足够的水源 还有再跑一下此处的药铺 购买一些驱蛇的药物吧 塔格尔大沙漠里面的蛇人 最擅长的便是驱使毒蛇进攻了 小心点总没错 准备好这些东西 今天应该便没有时间 立刻进入塔格尔大沙漠了 所以到时候便在尝试中歇息一夜吧 哦对了 你手中的回忌丹也被用光了 这东西可是修行时的必备之物 不过还好上次在魔兽山脉的小山谷中 采集了足够的炼药材料 今夜我抽空给你炼制一批吧 等弄完这些 明天一早 我们便开始进入塔格尔大沙漠 听着从药牢嘴中传出的一项像事物 萧嫣无奈的点点头 叹了口气 顺手拉过一名路人 询问着出手沙漠地图的店铺 那名被萧嫣拉住的路人 初始脸色略有些不耐 不过当瞧见萧嫣胸口上 那炼药师徽章之后 这才是把不耐收敛 几位客气地 给萧嫣指出了店铺的位置 在萧嫣感谢告辞之后 这日还颇为殷切地 将地图的大致价格说了一遍 与那名路人道着生信 萧嫣手掌 请摸了摸胸口处的炼药师徽章 微微叹着摇摇头 不得不说 这身份实在是太好用了 心中感叹一声 萧嫣快速地转过街角 然后对着那名路人所说的 莫成最好的地图店铺行去 在不急不缓地行走了半上之后 那名为古图的地图店铺 便是出现在了萧嫣的视线之中 目光在这店铺外面扫了扫 萧嫣略微有些惊讶了 这个店铺啊 不像别家那般豪华张扬 看上去竟然还隐隐地 透着些许古朴的气息 心中带着几分惊讶 萧嫣就缓缓地走进了店铺 店铺的内部并不是太过宽敞 两枚月光石散发着淡淡的豪光 将店铺内照得颇为明亮 目光在店铺的内部扫过 里面来购买图者的人并不多 冷冷清清的模样 这让萧嫣有些疑惑 自个儿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缓缓地走进店铺 萧嫣目光瞟了瞟 最后停在那柜台后面 一位正垂头仔细制作地图的老者身上 这个老者的年龄显然颇大 不过 虽然他已经满头白发 可那握着绘图黑笔的干枯手掌 却依旧是稳健有力 没有出声打扰这名老者 萧嫣视线在柜台上的大批图纸上扫过 然后有兴致地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地图上那清晰的路线让他满意地点点头 观看了一会儿地图 萧嫣瞧着老者竟然没有结束的意思 抿了抿嘴 再次缓缓度着步子来到了店铺角落中的一个古朴木架之旁 这个木架子明显年代破旧 其上布满着朽木空桶 在他的上面随意地堆放着一些泛黄的图纸 看着这些地图表面的一些残破痕迹 似乎是制作地图时的失败品一般 手掌随意地在这些泛黄的地图中翻了翻 一股淡淡的眉位扑面而来 这令的萧嫣是微微皱了皱眉 他将一叠失败作品拿起 手掌微抖了抖 一张只有八掌大小的残破图片 却是忽然从这叠失败的作品中掉了下来 并没有太过在意这掉落的残破图片 萧嫣翻看了一下手中的失败作品之后 便是无聊地又将之放了回去 在放回去的时候 他的目光 慵懒地瞟了瞟那小小的残破图片 眼睛先是微微地眨了眨 然后一动的手掌 褥然凝固 这 手掌随位有些颤抖的小心翼翼 粘起这张残破的图片 小妍忽然感觉到 自己的小心脏在此时是剧烈的 砰砰的跳动 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 将那残破的孤朴图片放在手中 目光带着寂寞狂喜 仔细地扫视着图片之上 那略微有些熟悉的神秘路线 扮上之后 萧嫣缓缓地眯起了眼睛 深吸一口气 颤抖得难难倒 果然是他 手掌有些颤抖的 拖着这张看上去 有如一捧 就会化为粉末的残破图片 萧嫣的眼瞳中 充斥着那一眼式的狂喜 他没有想到 在这极度偶然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会得到一份神秘的残破图片 看着泛黄图片上的那些神秘路线 虽然萧嫣依旧是有些看不懂其中的奥妙 不过这些路线的勾勒 却让他隐隐地有着一些熟悉感 因为这神秘的图片 他曾经在魔兽山脉 与小一仙探宝的那个山洞之中 看到过那份 代表着能够寻找到 传说中排名一火榜第三的 敬连妖火的神秘地图 那种疑惑 即便是要老 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当时从他口中说出敬连妖火时 硝烟不难察觉到 话语之中的那抹惊叹 能够让曾经站在斗气大陆巅峰的要老 都如此反复赞叹 由此可见 那敬连妖火 究竟是强横到了何种地步 用坟金万物来形容他 似乎并不为过 好运的家伙 竟然会在这种地方 找到那没有半点头绪的地图残片 看来 你与那青年妖火 还真是有几分缘分啊 硝烟的心中 想起了要老 带着些许不可思议的惊讶声音 显然呢 他从来就没想过 硝烟竟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 得到两块神秘的地图残片 硝烟笑了笑 笑容中透着些许激动 小心翼翼的握着神秘的残破图片 强行的压制住 想要把那界中的另外一块拿出来 做对比的冲动 深吸口气 想要平缓着心中 因为这极其意外的收获而造出的波道 而此时 店铺中的那个白发老者 也终于是做完了手中的工作 不过 他依然没有抬头 苍老的声音 在这个房间内回荡着 你是想要购买塔格尔大沙漠的地图吗 听到老者的询问 硝烟这才是转过了身 缓缓行至柜台之前 微笑着点点头 颇为客气的说 老先生 能否给我一份最精准与详细的沙漠的图 东西在柜台上 你自己选吧 老者并没有特意起身介绍的意思 反而只是淡淡的道 这模样 极其不像是一个生意人 这瞧着老人特意的态度 硝烟有些恶然了 不过呢 现在是有求于人家 他呀 也只能是无奈的点点头 随意的从柜台上挑选了一张看上去颇为详细的地图 然后小心翼翼的摊开了手上那块古朴的地图残片 老先生 不知道您这里是否还有这种图的残片 听着硝烟的问题 那本来正专心致志绘制地图的老人 手掌 微不可查的 颤了颤 那精心绘制的路线便是出现了略微的偏移 微微皱了皱眉 老人终于是缓缓地抬起了头 目光在硝烟手中残破地图上扫过浑浊的老眼 却是掠过了一抹莫名的意味 望着那张抬起来的苍老面孔 硝烟不仅是愣了道 这张面孔左脸颊到眼角之处 竟然有着一道害人的疤痕 虽然老人颇为的平和 不过这道疤痕 依然让他添了一分隐隐可见的凶器 你以前见过这种图的残片吗 眼睛在硝烟身体上 代表着炼药师身份的长袍上扫过 老人的眼睛中略微有着几分诧异 文言 硝烟眼瞳微眯 笑着摇摇头 我曾经在一处拍卖场中 似乎见过这种地图残片 当时随意的竞争了一下 不过最后由于对方出价太高了 所以我便放弃了 今天忽然在老先生这里 见到这块地图残片 似乎和我以前所遇见的有些相像 这才想要询问一下 竟然吆火 可不是场务 这种排名一火榜第三的妖艺火焰 能够让任何一名于世无争的隐士 心生贪婪之心 怎么样 硝烟可不会傻到 直接说明自己身怀另外一份残土 哦 目光扫过硝烟的脸庞 老人似乎也相信了他的话 淡淡地说 没了 这也是我偶然得到的 以我多年制图的经验看 这似乎只是一份图的残缺片段 那老先生能否告诉我 你是在哪儿得到它的 硝烟微微皱了皱眉 沙漠中挖到的 老人语气有些平淡 没有丝毫的波澜 对于老人这极其不负责的回答 硝烟时苦笑一声 手掌握着残片 老先生 能将这块地图卖给我吗 我愿意出高价 哎 不卖 老人缓缓低下头 再次将心神投注到 那尚未完成的地图之中 语气虽然平等 不过却有一种毋庸置疑的态度 这乔的被一口拒绝了 硝烟却愣了愣 眼眸逐渐的虚眯了起来 不管怎么样 这张地图残片 他势在逼得 别说对方只是一个 看似手无腹肌之力的老人 就算是真正的换成一名强者 他也要想方设法的将之弄到手中 毕竟这净联妖火对他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说不定 日后想要分决进化成天阶功法 这一伙榜上排行第三的净联妖火 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在硝烟心头翻滚着念头时 心中忽然响起了要老的声音 小心点 这老家伙不是个普通人 硝烟的心头一颤 急忙在心中问道 老师 这老人有古怪 在我的探测下 这老家伙的真正实力应该在斗黄级别 不过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奇异力量的压制 体内的实力现在仅仅只有斗灵强度左右 可即使是这般 要杀你也是易如反掌 斗黄 震了震 硝烟在心头失声地问 怎么可能 这加马帝国的十大强者中 只有三人是斗黄强者啊 这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斗黄强者 我怎么知道 不过你所说的那些强者都只是明面上的 加马帝国也算是一个大帝国 综合不少的强者不喜欢那般的抛头露面 一些强者更是性子孤僻古怪 跑到这沙漠边缘来贩卖地图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要老却是有些幸在乐祸的笑了笑 可为什么偏偏要让我遇上 也许是你运气好吧 小家伙 你别再打我图的主意了 我不稀罕钱 拿上东西走吧 另外呢 也别打什么强强的念头 这对你没什么好处 挥了挥手 他似乎并不怕硝烟拿着手中的残片跑路 缓缓地吐了口气 硝烟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的确 在一名或许曾经是斗黄级别的强者面前 我还真不可能抢 咔的一声 手中缓缓移动的墨壁猛然一出 随着清脆的声响戛然而端 老人的视线 死死地盯着地图上 那已经被涂了一大片的墨迹 半山后 抬起了头 凝视着硝烟 浑浊的眼瞳中 淡淡的含义 逐渐地营绕着 你究竟是谁呀 老人的手掌 在桌面上的某处轻轻点了点 那敞开的大门 竟然是轰得一声关落 老人眼光凌厉地盯着硝烟 一股冰冷的强横气势 也从他体内阔散而出 就在冰冷的气势 对着硝烟压迫过来时 要老的灵魂力量 将硝烟包裹 让他免除了对方的气势压迫 啊 老先生别误会 我并不认识您 只是我这人 天生感知里有些怪异 对身旁的一些能量感触特别深 先前刚好探测到老先生 体内磅礴的能量 所以 望着反应如此剧烈的老人 硝烟摊了摊手 退后了两步 老先生 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真的很想得到 这张地图残片 它对我很重要 还请您能通融一下 当然 您可以说出 您需要什么东西来交换 只要我能拿得出 一定不会拒绝 哎呦 小子 没想到你也有些底子 这瞧着竟然在自己的气势下 丝毫不受损的硝烟 白发老人 忍不住的有些惊异了 硝烟当然没蠢到 将药老说出来 不知可否的微微点头 笑着 扬了扬手中那块地图残片 老先生 您认为如何 我说过 我不会将他出售给任何人 你如果打算强行带走 那也别怪老夫 我以大气小了 淡淡地说了一声 老人背后一头白发无风自动 冰寒的斗气 也缭绕在周身 被老人一口挥绝 硝烟的眉头紧皱 他没想到这老家伙 竟然是如此的顽固 看他这模样 明显是并不知道 凑齐这些残土之后 就能够得到 寻找净莲妖火的地图 可是 他依然不肯答应将之出手 这实在是让硝烟的心中 有些恼火 老先生 这东西今天我势在必得 就算您不答应 那小子也说不得 要强行带走了 脸庞上的笑意 逐渐收敛 硝烟有些无奈 凭你 老夫我虽然因为一些缘故 隐居了几十年 可却还轮不到你一个二品的炼药师 对我如此说话 听到硝烟如此说话 老人苍老的面孔上 浮现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 撇撇嘴 硝烟不再跟他废话 脚尖一动 身形急退向房门处 找死 瞧着硝烟的举动 老人脸庞上傻气闪过 那道猙獰的伤法 更是显得凶狠许多 脚掌在地面一踏 神情闪电般的对着硝烟狂死而去 在老人闪略之时 店铺之内冰寒之气迅速弥漫 淡淡的武器 也是缭绕其中 将硝烟的视线 完全的遮掩 被周围的冰寒武器遮掩了视线 硝烟的脸庞微微一变 他知道 这一次 恐怕是真的有麻烦了 在冰寒的白色雾气 笼罩了房间之时 硝烟的心头 便闪过了一抹不妙 因为他能察觉到 这雾气竟然让他失去了方向感 而且 当弥漫的雾气 侵蚀到身体之后 硝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速度 也减缓了许多 这还未正式交锋呢 已经被对方牵制了速度 硝烟的心头略感凛然 心头一动 体内小幅处的紫色气血中 顿时是分出了一缕缕的紫火斗气 紫火斗气顺着经脉快速的流转着 瞬间之后 硝烟身体轻震 淡淡的紫色斗气沙衣 将他身体完全的包裹在其中 斗气沙衣表面上 一缕缕磁火腾烧而起 把那些轻体而来的冰寒武器 烧成一片虚无 斗气沙衣附体 硝烟明显感觉到 自身状态提升了许多 当下手掌 紧紧地握在背后的旋中尺上 使之一扯 随着一声轻响 众尺在地面上 插出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手掌紧握着众尺 硝烟目光谨慎地 在周围弥漫的雾气中扫过 在硝烟冒着 紫火斗气沙衣之时 周围的白色雾气中 明显地传出了一道 滴滴的惊一声 显然 这位神秘老人 也未曾料想到 硝烟竟然能够召唤出 附带着火焰的斗气沙衣 老先生 在下并无恶意 也不想打扰老先生的隐居 只是这残途 对我来说极为重要 还请老先生通融一下 目光在周围扫过 硝烟大声喊道 当年我费尽心计 方才得到的这东西 虽然研究了十几年 依然不知道 它确切有什么用 不过我至少能知道 它其中所蕴含的秘密 绝对不小 想要让我平白无故地 交给你 做梦 弥漫的雾气中 传来了老人的冷笑声 眉头微皱 硝烟刚雨再次开口 心头却是猛的一领 手中的重齿 迅速地插在身前 然后身子快速地 朝着侧方躲去 随着轻微的破风声响 几道白色冰刺 自雾气之中 爆水而出 最后叮叮当当地 射在了硝烟面前的 玄重齿上 冰刺在 击打到 玄重齿身之后 忽然化为了一滩冰水 覆盖在了 齿身之上 而此时 硝烟握着的 齿柄手掌 却是感受到 一股冰冷的感觉 不断地 对着体内涌来 脸色微微一变 硝烟屈指轻弹 紫色火焰猛然 自掌心浮现 然后飞快地 在齿身上一抹 将其上面的 一些冰霜寒气 全部地消融了 哎 紫色火焰 哎呀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身怀多种奇物 何难怪你这般有胆子 望着硝烟的举动 隐藏在雾气中的老人 再次惊异地道 硝烟微眯着眼睛 没有回答 目光紧紧地 锁定着周围的百物 脚步缓缓地 按照先前脑海中的 记忆路线 倒退行去 虽然被那该死的东西 害得实力大不从前 可是想要收拾你 这矛头小子 却还并不难 察觉到硝烟暗地的举动 百物之内 老人却是冷笑一声 一到白影 猛然暴物冲而出 几乎是有如一抹闪电一般 就接近了硝烟 突然冲来的老人 让他硝烟脸旁 微微一惊 手掌紧握得重齿 毫不客气地 对着面前的人影 就砸了过去 望着夹杂着压迫风声而来的巨齿 老人干枯的双手快速地截出一个印记 请声鹤 选兵敬 选兵敬 斗破 苍穹 随着老者手印的结束 其面前的白色雾气忽然是急速翻动 瞬间之后 一扇约有半米长宽的透明冰镜 突兀的在面前凝结而出 砰 重齿狠狠的劈下 最后重重的砸在了冰镜之上 顿时硝烟的脸色猛然一变 他发现在他的感知之中 他的重齿披在冰镜上时 一股强猛的反弹之力 却是诡异的倒射而出 最后将措手不及的硝烟震得倒射而出 望着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着倒射而出的硝烟 老人再次一声冷笑 手掌一挥 几十枚螺旋形状的冰刺在面前急速成形 然后在老人挥手之间铺天盖地的 对着硝烟是呼啸着爆舌而去 脚掌在地面搓了一段距离 硝烟抬起头 望着夹杂着冰寒气息而来的大批冰刺攻击 眉头微皱 脚掌猛然一踏地面 随着一声能量爆炸 身体暴冲而上 身体在半空中躲避开冰刺的攻击 硝烟的身体猛然旋转起来 手中的旋中尺借助着旋转的力量脱手而出 狠狠地对着老人是怒舌而去 众尺飞舌而出 在几重力量的加持之下 竟然是有如撕破了空气一般 隐隐地有着淡淡的紫色齿糊 在其表面浮现 望着爆舌来的旋中尺 老人的眉头惊诧地挑了挑 面前的少年 给了他太多的惊讶了 然而这惊讶归惊讶 老人下起手来 那可是没有丝毫的手软 双掌一开一合 竟然凝结出了无数的细小冰丝 手掌一抛 冰丝冲天而起 然后铺天盖地地对着重尺就缠绕而去 只是片刻时间 便将重尺包裹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冰丝 在这铺天盖地的冰丝缠绕之下 重尺上所携带的凶狠劲气 正在被急速地化解着 当他距离老人头顶 仅有半米之时 终于是完全地停滞了下来 随意地飘了飘 头顶上 被那冰丝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重尺 老人冷笑一声 手掌一甩 在冰丝的缠绕之下 重尺在半空中呼啸着旋转一圈 然后猛然掉头 对着半空中 无处借力的硝烟是怒子而去 重尺在老人的驱使下 其伤所带的劲气 不比先前硝烟 接近全力一头要弱伤多少 这若是真的被砸中了 硝烟也难逃重伤的下场 望着越来越近的重尺 硝烟有些无奈 背肩微微一震 紫云已豁然弹舍而出 霜移一震 身形极速拔高 最后将那飞来的重尺 躲避而过 啊 斗气话语 这瞧着硝烟背后 弹舍而出的双翼 老人的眼头微缩 有些惊恶 片刻后 皱了皱眉 还不像是斗气话语 难道是飞行斗气 好家伙 这小子怎么全身都是宝 缓缓地摇摇头 老人有些恶人 没理会紫云已带给老人 多大的震撼 硝烟趁其分身之时 身形猛然下铺 手掌之上 紫色火焰腾烧而起 驱着一弹 一律紫色火焰暴尸而出 最后将那连接重尺的冰丝 全无焚烧而断 失去了冰丝的驱使 悬重尺急速掉落 硝烟双翼一震 身形迅速冲击而下 手掌上的滋火 在食指间连弹 一律律细小的火焰 将玄中尺上面的冰丝 全部焚烧殆尽 将冰丝完全清理之后 硝烟这才敢 再次将重尺握在手中 握住重尺 双翼再次急速震动 硝烟的身体 猛然地冲天而起 而站在下方 老爷望着打算 直接破乌而去的硝烟 脸庞上不由地泛起了 一抹嘲弄与戏谑 硝烟的身形极速拔高 而就在紫云一震动两次之后 他忽然感觉到头顶上方不远处 森冷的寒气 正不断地散发而出 感受到这股寒气 硝烟心头微紧 手中的重尺 猛然对着头顶上方刺去 打 上次的重尺 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一般 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声响 而与此同时 几块细小的冰块 也缓缓地掉落 最后砸在了硝烟的脸庞上 冰冰凉凉的感觉 让他心中是微微下沉 他没想到 那老家伙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将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坚硬的冰窟 放弃了强行破洞的打算 硝烟双翼 缓缓地煽动着 身形下降许多 冷冷地望着站在白武之中的老人 哎呀 罕见的飞行斗技 奇异的紫色火焰 诡异的身法斗技 远远超过普通斗师的实力 小子 你究竟是云兰宗的宗祖传人吗 还是那几个超人大家族中的少爷 或者是皇室中人 抬起了头 绕有兴趣地望着半空中煽动着黑色翅膀的硝烟 老人问着 硝烟甜甜嘴 目光谨慎地注视着老人 他并未答话 哎 不过就算你真的是我所说的那些身份 今天也不可能拿着地图残片离开这儿 手掌摸了摸 脸庞上的那道疤痕 老人的声音又开始逐渐地转漏 勾然你身怀绝技 可你不过是一名斗师而已 虽说如今我实力大剑 可要收拾你 并不困难 把东西交出来 我让你离开 我也并不想被人破坏我多年的隐居生活 望着这个顽固的老人 硝烟无奈地叹了口气 老师 看来似乎只有你出手了 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即使他如今的实力不复遗忘 可也正如他所说 收拾我并不难 的确不难 毕竟你们足足相差了两个阶别 而且那家伙身怀的斗技 不会比你弱 先前的骄风 不过只是试探而已 若他真是认真了起来 你撑不过五回合 耀老的声音 在萧炎的心中响起 萧炎点点头 与老人短暂交锋了一阵 他自然知道了这个老人的强悍 若是现在他无法斗气化意 恐怕自己早就被禽了 嗯 交给我来吧 我暂时控制你的身体 对于此 耀老倒是并未拒绝 他知道 即使是想要用施展来锻炎 那是有一个界限的 以萧炎这刚刚达到斗士的实力 去挑战一位战斗意识 曾经是斗皇级别的强者 那只能是找虐 老先生 我说过 这张地图残片 我势在必得 先是点点头 萧炎低头对着老人怂怂肩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这瞧着萧炎这怪异的举动 老人略微有些恶然了 眉头微肘 片刻后 脸色猛然一变 因为他发现 一股丝毫不比他逊色的凶猛气势 忽然从板空中的少年身体内 散发了出来 啊 怎么可能 感受到那节节攀升的气势 老人平胆的脸庞上 终于是露出了一抹震撼 冰寒武器弥漫的环境中 有如是步入了一个属于寒气的空间一样 周围白雾弥漫 始终都望不到尽头 白雾中 老人抬起头 一脸震惊地望向半空中的哨音 片刻之后 脸色逐渐的凝终 小子 你这是何种秘法 也无管老人会如此震撼 虽说在这斗气大陆上 并不反映一些能够如此快速提升实力的秘法 不过那些秘法的等级 至少都是在地界之上 在这斗气大陆上 能够拿出这种等级秘法的人 或者是势力 也只有那些屈指可数的超级势力 或者是隐世的超级强者了 而在这些超级势力 以及超级强者眼中 加码帝国之内的强者 那只是与明月争光的萤火虫一般 难道这小子是出自那些势力的 老人的心头闪过了一丝惊恐的念头 在那些势力极其恐怖的超级势力的震撼下 他已经再难以保持心中的镇定了 不可能 这小子虽然身怀多种气暴 可是他所修炼的功法 似乎并没有超过玄机 这可绝对不像是那些势力的做法 虽然心中有些惊恐 不过片刻之后 老人便是缓缓地压下了这抹情绪 在心中自我安慰着 迅速地恢复了镇定 老人脸色凝重 干枯的双手微微一握 周围寒冰的武器也在急俗地凝结 最后在其双掌间凝固成了一柄 通体血白的冰枪 用斗气凝化成冰枪之后 老人依然有些觉得不保险 单手飞速地截出一个印记 然后轻声喝倒 冰灵架 随着喝声落下 周围弥漫的冰寒武器 顿时在老人身体之上 构建成一幅 闪烁着冰冷光泽的厚实冰架 老人手上的武器 与身体上的冰架 都是完全由斗气所凝结而成 而这个至少需要斗灵强者 才能够办得到 斗气大陆上 一般的人在达到大斗师之时 便能够斗气外方 此时若是将斗气覆盖在武器之上 便能够大幅度地增加攻击力 而当达到斗灵之后 便能够像现在的白发老人一般 凝结出完全由斗气所化的武器与铠甲 这种武器与防御 自然远非寻常武器铠甲所能够逼的 能够让得老人如此郑重地 竭尽全力对峙 由此可见 此时他心中 对忽然提升力量后的硝烟 提升到了何种重视的地步 无始于下方老人全副武装的样子 半空中的硝烟 从集体内散发而出的气势也是越来越浓 到的某一刻 忽然仰天长啸 长啸声中 蕴含着的汹涌斗气 竟然是将下方弥漫的武器 吹散了将近大半 望着硝烟 仅仅是一声长啸 便将浓雾打破 老人脸色再次一变 不敢再怠慢了 手中兵枪一挥 无数兼致的兵刺 在头顶上空急速凝聚 然后带起了阵阵破风声响 对着半空中的硝烟 飞射而去 半空之上 啸声逐渐中断 硝烟的双翼 猛得一阵 身体有如打棚一般 浮冲而下 淡淡地望着那扑天盖地而来的兵刺 双手对食 然后轻轻地合拢 随着双掌的相互碰撞 一道无形的能量闪电 从中扩散而出 然后紧接着扑天盖地的兵刺 便是咔嚓一声 极为壮观地 在半空中化为了冰寒的白色粉末 这是灵魂力量 望着那没有丝毫预兆 便是被镇成粉碎的高速旋转兵刺 白发老人略微一愣 随即是失声道 没有理会老人的惊讶 硝烟双一阵 静止闪掠在了老人的上空处 手中握着玄仲齿 豁然披下 此次的玄仲齿挥动 几乎将空气完全撕裂 众齿锁过之处 居然留下了一道浅浅的黑色痕迹 虽然这一次的攻击 并没有先前哪般声势 不过在众齿挥出之时 老人的脸庞 却是变得极其凝重起来 他心中清楚 别看这次的攻击不声不响 可其中所蕴含的破坏之力 根本不是硝烟先前的攻击能够比喻的 小心翼翼的退后了一步 老人手掌猛然一紧 旋即冰枪携带着冰冷彻骨的进气 暴刺而出 望着那竟然选择硬碰的老人 硝烟眼眸中明显的掠过了一抹淡淡的嘲讽 中尺骤然加速 最后与那个冰枪轰然撞在一起 中尺与冰枪交轰在一起 顿时一圈凶猛的能量联衣 从交接处扩散而出 将房间内的地面 也震裂出了一道道蜘蛛网一般的裂风 刚刚交接 冰枪便是被压缩成了一个弯弓般的形状 而随着硝烟的一声冷喝 咔嚓一声 冰枪轰然断裂 冰屑四肩 一个回合 武器竟然便是被对方轻易轰断 老人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颇为难堪 他没料到这面强的少年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居然是有如变了一个人一样 前后的实力根本是难以形成对比 若说先前的笑颜只是一名斗石强者的话 那么现在的他至少已经是达到了斗王级别 这般有些让人惊恐的巨大差距 实在让得老人心中有些骇然了 这小子究竟改了什么 心中飞快的闪过离到念头 老者脚尖一动 身形急速后退 在后退之时 双手也急速的舞动 而随着他双手的舞动 七块闪烁着寒光的冰镜 迅速的凝结而出 将硝烟想要追击的去路 完全阻拦 刚刚布置了七道冰镜 老人尚还来不及松口气 只听见一声声的脆响传出 眼睛一抬 有些惊讶地发现 那手持重吃的硝烟 竟然是一路横冲直撞的就过来了 沿途的冰镜 还未触到他的身体 便被其身体之外的紫色火焰 焚烧成了虚无 好小子 我今天还不信了 我隐居了二十多年 竟然会被你这矛头小子 搞得无还手之力 被硝烟这一番紧追不舍的快速攻击 弄得心中逐渐泛起了火气 老人的眉头一束 脚掌猛然一塌地面 冰寒的斗气 竟然在周围十几米的地面上 冻成了厚厚的结冰 悬兵 悬杀 双手飞快地 在身前结出印记 老人喉咙间 猛然发出一声嘀吼 顿时 一道道弯越形状的冰刃 在其身边旋转着浮血而出 冰刃越来越多 到的最后 竟然是隐隐地将老人的身体 完全地掩盖在了气中 冰刃相互连接 形成了一个完全由冰刃结合起来的小小螺旋风暴 去 风暴之中 一声低河传出 冰刃风暴猛然对着硝烟酒卷杀而去 沿途之上 房间地面几乎被破坏的沟壑纵横 一些水晶柜台 也被冰刃一路刮过 轰然爆裂 爆裂之处却是光滑如金 望着那个凶猛而来的老人 硝烟却是忽然指下了脚步 笼罩着身躯的紫色火焰 与凶猛的气势 竟然也是完全地收进了体内 现在的硝烟 全身没有任何的防御 手中的玄重尺 也是被他插在了身旁 小子 你找死啊 望着硝烟这般举动 冰刃风暴中 顿时传出了老人略微有些愤怒的贺声 显然 对于硝烟这带有 卯失意味的举动 老人的心中 也是极为愤怒 本来啊 以他的身份 对一名晚辈出手 已经是有些不同 如今更是拼上了权力 可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却选择放弃防御 来面对他最强的攻击 这无疑使得老人 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没有理会老人的愤怒 硝烟感受着面前虚空中传来的压力 清吐口气 手掌缓缓探出 然后微微一颤 森白色的火焰 骤然生腾而起 森白火焰现身之后 硝烟脚掌猛的一塌地面 随着一声爆炸升降 他的身体几乎有如那离弦的剑枝一般 化为了一道光影 闪电般的 直直射向席角而来的小型冰刃风暴 你自己饶死 那也怨不得老夫了 这瞧着硝烟选择与自己硬碰硬 风暴中老人顿时是冷声喝正 据说如今实力大不是从前 可他施展这玄阶高级的玄冰玄沙时 还真就没有多少人 敢直接跟他硬碰硬 现在硝烟这举动 无疑让老人觉得这是自寻死路 依旧是没理会他的怒喝正 硝烟直直的就冲进了风暴中 手掌之上几乎被森白的火焰完全遮掩 眼眸微眯 硝烟手掌豁然就插进了风暴之内 手掌插进了风暴 房间内部恐怖的能量波动猛然扩散而出 将地面足足掀飞了将近半米 咔嚓 硝烟保持着手掌插进风暴的姿势 略微停止了片刻之后 只见原本急速旋转的冰刃风暴竟然开始了凝固 在咔嚓声中冰刃风暴居然完全被凝固成了巨大的雪白冰柱 淡淡的望着面前的冰柱 硝烟缓缓的从袖中抽出了手掌 屈指在冰柱上轻轻一弹 一声闻响 兵主轰然炸裂 化为了无数冰凉的白色粉末 从半空中飘散而下 兵主爆裂 献出了里面被一层淡淡的薄冰包裹的老人 望着老人 硝烟的眼眸未密 片刻之后再度睁开 此时那漆黑色的眼眸中 淡然与沧桑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少年应有的狐狸与朝气 老先生 你败了 抱歉 东西归我了 拍了拍手 硝烟冲着老人微微一笑 望着那被包裹在一层反着腰衣白芒冰层中的老人 硝烟心中则是微微松了口气 对着老人略微有点歉意的 弹了弹手 然后转身欲走 小子 我的确是小看你了 就在硝烟转身之时 那冰层之中 却是传出了老人略微有些疲倦的声音 脚步微微一顿 硝烟偏过了头 望着那在冰层中缓缓睁开眼睛的老人 却并未因此有所惊慌 里面他知道 凭借老人现在的实力 还不可能突破要老所设置的屏障 叹了口气 硝烟苦笑着道 老先生 我早就说了无异于你交恶 只是这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有些重要 所以 没想到我隐居在此二十多年 今日却会被一个小味弄得这般狼狈 哎 实在是有些可悲啊 老人的声音中略微有些苍凉 然而片刻之后 话音陡然一转 视线透过妖异的冰层凝望着外面的硝烟 小子 这块图对你很重要吗 硝烟沉默了一下 微点了点头 哈哈 欠壮 老人却是黑黑一笑 笑容有些诡异 眉头微皱 硝烟不再理会他 转身便是对着门口走去 当年在沙漠中费尽心机得到这块残土之后 我便凭借着我多年制图的经验 将之完美的分割成了两份 其中一份啊 便是你先前所拿的另外一份吧 呵呵 老人冷笑 脚步再次一顿 硝烟背对着老者 手指在纳戒上一弹 先前那张残土便是快速的出现在了掌心之中 硝烟将之拖在眼前细细的观看 果然是发现 这张残土的面积 比自己上次在魔兽山脉山洞中所得到的 要小了将近二分之一 手掌紧握着残土 硝烟的脸色略微有些难堪 这费心费力的 竟然只得到一份残土的二分之一 这让他有些恼火 轻吐了口气 硝烟将残土小心地装进了纳戒之中 缓缓地回过身 望着老人 你本来可以不用将这秘密说出来的 而且你也知道 我不会取你性命 可你现在却偏偏自己说了出来 你是在逼着我下杀手吗 我说小子 别拿死亡来威胁我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什么风浪为将 我在加玛帝国横行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啊 难道会怕你这点危险 再有了 我若身死 即便你有通天的本领 也不可能得到另外一小份残土 到时候啊 缺少了一小部分的残土 你就算将这图拼凑完整 那也寻不到图中所蕴含的宝藏啊 对于硝烟那暗含杀意的冷声 老人却是不屑 眼眸为密 淡淡的寒芒从眼中掠过 硝烟清洗口气 拳头微微握紧 说吧 你究竟想干什么 既然你会自己将这秘密说出来 总不会只是用来激怒我这么蠢吧 你这小家伙 心智果然不凡 哎呀 真好奇是哪个老变态将你培养出来的 现在虽然我不敢说什么 不过我却能肯定 十年之后的加玛帝国 你或许能站在巅峰 这见着硝烟平淡的模样 老人不禁有些感叹 对于老人这番高度评价不知可否 硝烟瞟着他 微皱了皱眉 说说吧 你究竟要怎样 才肯交出另外一小份残途 啊 能将我从冰层中释放出来吗 哦 当然 如果你不怕我反扑的话 硝烟微眯着眼眸盯着老人 片刻后 眼眸缓缓地闭上 旋即再度睁开 缓缓走上前 手掌轻贴着冰层 微微一颤 一缕白色火焰侵入其中 将那妖艺的冰层 快速地消融瓦解 我能锁住你一次就能有第二次 所以别耍花招 不然下次结冰的就是你的血液了 挥手间破去 这即使是一名斗铃强者 也无能为力的妖艺冰层 硝烟那双漆黑色的毛子 忽然再次变得深邃与沧桑 破去了冰层 硝烟脑袋微微厚痒 深邃与沧桑飞速地消失在毛子中 缓缓地低下了头 望着那破冰而出 不断打着哆嗦的老人 说吧 好恐怖的冰冷火焰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先前所使用的火焰 应该是一种神奇的异火 脸庞发青地打着哆嗦 老人略微有些惊惧 硝烟抬了抬眼 不止可否 这瞧着硝烟这个模样 老人眼中明显掠过了一抹洗衣 不过瞬息之后 洗衣被快速地压制而下 略微一沉吟 你也知道 我本来的实力 应该是一名斗黄强者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不知 见到硝烟摇头 老人也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旋即脸庞上 涌现了一抹自傲 我的名字叫海波东 或许你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我的另外一个名字 我想啊 你应该听过 冰黄 冰黄耳自入耳 硝烟先是一愣 紧接着 脸庞明显地变了变 目光泛着些许奇异地打亮着面前 一直在他面前吃别的老人 虽然以前他一直归宿在乌坦城 不过对于这个曾经名懂加玛帝国的强者 依然不陌生 冰黄前一代加玛帝国的十大强者之一 为人性子孤僻自傲 极其擅长兵器斗器 曾经一怒之下 兵封了整整一座城市 在当年的十大强者中 他是为数不多的斗黄强者 后来曾与云兰宗上任宗主决战 云兰之巅 最后落败 但对方也依然胜得不轻松 在上一届的加玛帝国 与初云帝国举办的强者大会上 一人独占对方一名斗黄 以及一名斗王 而为落败 一惊全场 而在那次的强者大会之后 兵黄便是逐渐的消失在了无数人的视线之中 直到现在 兵黄之名 已经成为了加玛帝国 老一辈人记忆之中的强者了 现在年轻一代的十大强者 已经取代了 以前属于他们的荣耀与风光 硝烟从来就没想过 这个面貌不扬的老人 竟然会是 那个曾经让初云帝国强者阶层 打为头疼的冰黄 这种戏剧性的结果 实在让他有些恶然 还好老夫的名头 没有随着时间而灰飞烟灭 你竟然还听过 得望着硝烟那副惊恶的样子 海波东略为有些笑意 缓缓地吸了口气 硝烟一探 的确是很让我惊讶的答案 没想到 那名洞加玛帝国的窦皇强者 竟然会隐居到沙漠之外来 当一民出售地头的伤犯 那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你先前表现出来的实力 似乎只有窦林左右吧 为言 海波东有些苦涩地摇了摇头 当年在参加完毕大帝国间强者大会之后 我便来到了塔戈尔大沙漠 偶然间呢 得到了那块残土 可却引来了沙漠中蛇族的皇者 美渡沙女王的追杀 你要知道 美渡沙女王的实力 那可是在窦皇中排行顶尖的强者 要不是蛇人一拙啊 只有一位这种强者的话 说不定啊 他们早就开始进攻人类帝国了 那场战斗 我是没有丝毫悬念的摆在了他手中呢 虽然时候借机逃了 不过却是中了他的蛇之封印咒 不仅身体急速衰老 而且连实力也是被封印在窦灵级别 这么多年呢 我一直躲在这里研究那块残土的秘密 想从中得到一些能够解除封印的东西 可是这残土只是一整张图的小部分 任我经验在如何老练 也不可能将它破解 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破解封印吧 萎眯着眼睛 萧炎忽然挑着眉道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可没那本事 萧炎则是敢笑 这么重的担子 他可挑不起来 在这几十年间 我得到了一张能够破解封印的药方 只要炼制出他上面所说的丹药 那么我便能恢复实力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丹王骨盒 这加码帝国比起炼药来 应该没有多少人能比得过他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二瓶药师而已 萧炎怂了怂前 有些无奈 他不行 炼制这种丹药的首要条件 那便是必须炼药师具有异活 丹王骨盒 似乎并没有这种东西 吼 闻炎 萧炎的心头略过了一抹惊讶 什么丹药 竟然需要如此苛刻的条件 本来我也不会将另外一小份残土的消息告诉你 不过呀 你最后施展出的森白火焰 却是让我改变了主意 只要你能将我所需要的丹药炼制出来 那我不仅会将那块小残土交给你 同时啊 我冰皇海波东也欠你个人情 你应该知道 一名斗黄枪者的人情 值什么价格 听到此话 萧炎的心头略微有些异动 轻声询问道 你所需要的丹药是几品 六品丹药